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武道皇宫 竟然是黄极无品的兽武魂 天哪 长沟大哥竟然觉醒出了黄极无品的武魂 我竟然觉醒出了黄极无品的武魂 秦南就是个屁 下一个 秦南 这一天终于到了 秦南少爷的天赋更在秦昌宫少爷之上 觉醒出来的武魂必定更高 你们当真以为黄极无品的武魂 想要觉醒就能觉醒的吗 都给我闭嘴 保持安静 谁要是打扰到了秦南少主的觉醒 假罚处置 不是吧 不是吧 怎么才一品 一道黄匡 黄极一品武魂 赤眼斗 黄极一品的武魂 果然 果然不出所料啊 秦南 没想到 你居然觉醒出了黄极一品的武魂 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浪费我的感情 什么狗屁天才 我以前就说过 每个人的武魂都是注定的 就算你能自创5G又如何 还不一样是个废物 而我才是秦家第一天才 灵水城的第一天才 还是长空大哥厉害 一个黄极一品的废物 连猪狗都不如 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秦家少主啊 就是 秦南根本不配做我们秦家的少主 让秦南滚出秦家 大鸡滚出秦家 怎么会这样 没想到我秦家第一天才 竟然是个废物 应该有长空少爷来做秦家少主 没错 没错 同意 同意 赞同 赞同 最近那个事你们听说了吗 什么事 秦南哪 那个离水城的第一天才 竟然只觉醒出了 王极一品的武魂 怎么可能呀 秦南可是被武王极强者 看好的天才少年 哎呀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临水城陨落的天才少年 还少吗 哎 修行一道 共分十种 起初是脆体境界 所谓脆体境 就是吸纳灵气 淬炼身体 啊 武魂的品级 果然重要 若是秦长空如我一般 修炼了三个时辰 怕是已经突破到了脆体一重啊 不过 幸好我觉醒的是 皇极一品的武魂 如果是其他等级 恐怕我还要郁闷了 十四岁那年 我外出练功 脱欲雷霆天气 为了红色雷霆批重 而后 我的体内就出现了另一个武魂 战神之魂 想要获得战神之魂 唯有以自身武魂作为献剂才能达到 然而 若是自身武魂等级太高 唤醒的几率反而越小 若是自身武魂等级为皇极一品 那么绝对能唤醒战神之魂 而我的武魂是黄极一品 刚好满足唤醒战神之魂的条件 嘿嘿嘿 出来吧 吃焰刀 用力过猛 集中注意力 去还没有 吃焰炎 血熟了 吗 齐晟了 吗 好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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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好痛啊 那古老的声音太恐怖了 到底是什么 不管了 不管了 先看看战神之魂怎么样了 这 这是 武器六品的武魂 战神之魂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先来试试战神之魂的修炼效果 这 好恐怖的修炼速度 如此修炼速度 要比我之前的黄极一品吃雁刀五文 怕是强了数十倍不止 仅仅修炼了三个时辰 我的修为就已经突破到了脆体一筹 战神之魂果然不同凡响 有了这战神之魂 我的强者之貌 绝不再是妄谈 少主 这个月的供奉给您送来了 好香啊 少主 你 快给我 让我吃一口 好热 小琴 你破坏了 我说的是吃胆药 不是 是你 这么多 脆体丹 专门用于脆体境修行 异常珍贵 秦家一般弟子 每个月只能获得一颗 我觉醒出黄极一品武魂 从天才变成废物 家族长老绝不会给我播那么多脆体丹 唯一的解释就是父亲 父亲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怎么回事 脆体丹的灵气 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给吸收了 难道是 怎么回事 脆体丹的灵气 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给吸收了 难道是 战神之魂 算了 就将这灵药给他吞服 看看到底能发生什么 其道皇国 这 战神竟然能够吞吃丹药 提升武魂等级 魂的上天次元 一旦觉醒了武魂 就从此伴随终身 无法改变 战神之魂 竟然可以靠吞噬丹药来提升武魂等级 也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的丹药 战神之魂就可以继续升级 能够到达玄级 甚至是地级 就连传说中的天级 都不是蛇妄 啊 镇定 镇定 绝对要镇定 秦南 秦南 速速给我滚出来 否则 不要怪我不顾昔日的情面 秦霄 你要干什么 秦南 把你的罪体单交出来 不然 别怪兄弟无情 罪体单给你 根本没用 还不如成全了我 如果 我不给呢 这秦霄真是小人 以前我是天才的时候 他处处巴结我 我对他也还算不错 我一想到 知道我成了废物 他就迫不及待地来抢我的脆体单 真是混蛋呀 秦南 你要是敢不给 可你怪我不客气 虽然我还没有修为 但我的武魂 可是黄级三品 可是 脆体单我已经服用了 怎么给你啊 拉出来给你吗 秦南 给你脸不要脸 还以为自己是 秦霄第一天才吗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一品五魂和三品之间的 差距有多大 是你逼我的 低级武器 崩拳 你 你怎么会突破 我脆体一宠 你明明是个黄金一品的废 看来今天修炼不成了 既然这样 那就去五级阁看看 这次 我应该可以上第二层了 秦南 你怎么来了 丁老 我想进入五级阁第二层 第二层 不管是谁想进第二层 必须达到脆体一虫才行 就算是你也 你 这 这是脆体一虫才有的力量 它应该只是黄级一品 竟然这么快突破脆体一虫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秦南 想不到你这个黄金一品的废物 居然还能到脆体一虫 看来家主强行给你的十颗脆体丹 效果不错嘛 还行吧 也就刚好能把你弟弟打一顿而已 你打了我弟弟 你弟弟不念旧情 想抢我丹药 还对我动手 我只是教训他一顿 已经算顾念旧情了 好一个顾念旧情 我弟弟抢你丹药有什么错 你这种废物 拿着脆体丹 就是暴天天物 你和你弟弟 帝国人都是一丘之鹤 无耻无义 让人作恶 这是找我死 住手 五计阁内禁止动武 秦昱 你若敢违反规定 终生不得踏入五计阁半步 应我恕罪 弟子绝不会违反五计阁规定 下次你就没这么走运了 我会断你四肢 毁你丹田 让你比废物更废物 你也是 最好没遇到我 到时候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吧 先看看五计 灵云步 玉石掌 孤山飞剑 批跃枪法 终极五计果然威力惊人 可惜却没有适合我的 惊雷刀法 投入惊雷 快如闪电 就是它了 我十六岁自创过一门刀法五计 这门惊雷刀法 威力惊人 这合我意 院子被修好了 怎么回事 回来了 你的修为 突破脆体一重了 是的 还多亏了父亲给的丹药 十颗脆体丹 药力虽强 但你毕竟 只是黄极一瓶无魂 怎可能这么快突破 战神之魂的事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就算是父亲也不行 呃 侥幸而已 父亲 今天您怎么过来了 我是因为秦霄的事 你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就直接告诉我 没人可以欺负我 今天的儿子 还有 就是我想告诉你 不要放弃 我相信你 未来必能成为强者 修炼上需要丹药的话 直接来找我 父亲 孩儿有一事相求 我需要大量丹药 一百颗 两百颗 甚至五百颗 我知道这事很困难 但求父亲 务必答应我 战神之魂只是吃了十颗脆体丹 就从黄极六品升到七品 那若是一百颗 能升到什么境界 若是五百颗呢 啊 你要这么多脆体丹干什么 这个 你不想说 我就不问了 五百颗脆体丹 不是小数目 我需要几天时间想办法 脆体分为十重 每提升一重 体魄就会强化一次 啊 终于突破到脆体二重了 清洁越往后 就越难提升 凭黄极七品的战魂 突破二重 还是用了三天 嗯 修炼就是溺水行舟 我绝不能松陷 不知家主今日找我们来 有何贵干 今日会议 是想通知各位 我准备调用五百颗脆体丹 给秦南修行 秦天 你疯了 居然想给你那废物儿子 五百颗脆体丹 这事儿 我绝不同意 嗯 家主 我也不同意 五百颗脆体丹 几乎是整个前家弟子 五个月的修炼资源 这 这实在是 是啊是啊 一个废物有什么资格使用这么多资源 这是通知 不是商量 我已经决定好了 这是通知 不是商量 我已经决定好了 你们放心 作为补偿 以后每个月的俸禄 我都不要 绝对不行 不论如何 也不能给那废物 这些都是留给我儿子秦长空的 你们都给我推下 就这么决定了 嗯 翠底第三筹 终于突破了 也不知父亲什么时候能给我翠底的 想来也需要些时日 这样的话 干脆 我去一趟龙虎山脉 修炼精霉刀法 磨炼一下我的武技 龙虎山脉中有很多妖兽 可以磨炼我的武技 就是刀法 注入速度和瞬间的爆发力 若要修炼这门刀法 此处 正是绝佳的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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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 这才是精英刀法的真正威力吗 这才是精英刀法的真正威力吗 哦 这刀法果然厉害 我现在只修炼到小长 还需要继续修炼 还有一只 来吧 你 非人 这壮蛋的星星不是三剑 而是四剑妖兽 凭我小长的精霉刀法 很难取杀 看来 只能用战魂的力量了 哼 想跑 反了 四戒妖兽 果然强悍 我用战魂 拼着重伤才有机会杀了他 当务至极 有些流伤才行 好浓郁的灵气 难道前面有什么天地灵物 这 这是灵气圆池 想不到竟然碰到灵气圆池 这下可以恢复伤势了 大哥 这前面真有灵气圆池吗 当然 这可是我从一张古图上看到的 前面必有灵池 太好了 有这灵池 我们兄弟的修为定能再次突破 到时候 我要狠狠地揍秦南一顿 不 那太便宜他了 我要废了他 要他生不如死 就凭你吗 秦南 你 你怎么在这 秦南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 这荒郊野岭 我倒看看 谁能保护你 不 你错了 没人保护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两个废 秦南 你找死 等等大哥 他肯定是想故意激怒我们 然后伺机逃跑 让我来 大哥 你要好好看着 我要一雪前耻 一雪前耻 就凭你 上次被我打成狗的是谁来着 秦南 你死定了 秋水剑法 秋水剑法乃是中品武技 和小弟的剑武魂配合如虎添翼 秦南必败无疑 不过如此 你竟敢杀了我弟弟 我要你死 这 这怎么可能 就这点能耐 你也太虚了 刚才那刀 我才用了五成力量而已 啊 五成力量 难道你已经突破到脆体三重了 不 这不可能 你一个黄极一品的 秦月 你还真以为我是黄极一品武魂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真正的武魂 黄极七品 这 这怎么可能 可恶 走位上策 秦霄的仇 只能以后再爆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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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地之仇 这 杀地之仇不报也罢 是秦霄他找死 你放心 这事我绝不会说出去 琴楠 你给我去死吧 琴楠 这是我最强的爵士 今天你死定了 万年寒冒 谢神 求你 不要 不要杀我 我在 我赶过你机会 现在 你可以和弟弟团聚了 这就是脆体四重吗 让我试试 脆体四重的力量如何 让我试试 脆体四重的力量如何 好厉害 普通的一拳 就能发挥到5G般的威力 既然突破了脆体四重 不如再次继续磨练 巩固好根基 精力刀法更强了 伸着5G妖兽 都打不住一刀 好 马蹄手 过去看看 大小姐 应该是这个方向 方家的人 踏来这干嘛 你们三个蠢货怎么看的地图 再带错地方 本小姐饶不了你们 小姐 没找错 除了刚才的破洞 就没有别的洞符了 这 这可能是张假图 什么 本小姐的地图 怎么会是假的 别找借口 快给我找 是小姐 小姐 地图 什么东西 竟然值得她这么兴师动众 什么人 跟我过车 走了 走了 大意了 谁 是谁在跟踪本小姐 秦男 你这废物 不在家里修炼 跟踪我干什么 我没有跟踪你 只是听到马蹄声好奇而已 你要是不满 我离开就是 这个废物竟敢这么和我说话 驾 你这废物 跟踪我还想走 先给我磕头道歉 磕头 我只给死人磕的 难道说你想死吗 你敢耍我 快给我磕头 不然 哼 不然怎样 跪下来求我吗 你要找死 我就成全你 你们给我上去 去死吧 背掉他的丹田 我就慢慢和他玩 哼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上来就要废我 去死吧 看你还敢跟我嚣张 你们几个 当我其难好心啊 竟然是脆体四重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他们的五魂 居然融合了 很强的气息 去死吧 可是还差点 是我一刀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你 你不要过来 求求你别杀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 秦南 我可是方家大小姐 你杀了我 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而且 我哥已经觉醒了 黄金六瓶武魂 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方如荣竟然觉醒了六瓶武魂 方家把这事隐藏得这么深 是想图谋什么吗 哦 他害怕了 哼 知道怕了吧 你现在给我磕头道歉 再字短一臂 我可以让我哥 饶你一命 你脸 变得也太快了吧 这可是龙虎山脉 我不说 谁知道是我杀了你 对啊 虽然不知道你们方家 想用方如荣做什么 希望他最好被惹到吗 这 黄金七瓶武魂 你怎么可能 这是 方雪他们想找的宝藏图 我记得 他们说只找到了一个破烂石洞 没有什么宝物 也罢 反正我也没事 不如去那石洞看看 还真就是普通的破洞啊 哼 看来 的确是张假地图 啊 只有一个掌印 应该是战斗师留下的 战神之魂怎么自己出来了 好恐怖的七水 是五王吗 看来 孤独说的就是这五王掌印 说是用来修炼 应该效果不错 我能感受到这种力量 威严 愿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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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的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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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感悟了一丝 就有这种威力 可惜 我修为太低 只能领悟到掌印的灵力之一 不过 这似乎让我的刀法也有所提升 这一刀 好像能和我心灵相通似的 这算是 踏入人刀合一的境界了吗 哼 这次龙虎山脉的经历 受益匪浅 也不知道 父亲那边怎么样了 是时候回家一趟啊 唉 终于回来了 真是药物弹药 是啊 大药物弹药 大药物弹药 真是 就是他所从我们的弹药 凭什么 武魂还没我强呢 哼 明明是个废物 看这些人的样子 父亲应该成功为我弄到弹药了 看这眼神 怎么不得两百颗吧 少主 这是家主为您准备的碎体丹 谢过三叔 对了三叔 这里面有几颗啊 一共有五百颗 五百颗 这么多 三叔 我有事 就先告辞了 三叔 我父亲呢 正在参加家族会议 啊 还没到家族会议的日子吧 发生什么事了 三叔 少主 既然你说到这儿了 那你可知道 因为这五百颗丹药 大长老要弹药家主 不尊重家主的决定 但你 到底想要做什么 什么 想弹药我父亲 这门倒是 翠体四重 我可怎么谁敢这么做 这是怎么了 这么热闹 听说是要发生大事了 各位长辈 请听我一言 我秦长空 翠体三重 作为秦家第一天才 每月 也不过二十颗脆体丹 家主 凭什么给你儿子 五百颗脆体丹 就凭他是我儿子 况且 调用的丹药 会从我的岳方里扣 秦家并没有亏损 好一个秦家没有亏损 今天 秦家每年脆体丹就这么多 多给你那废我儿子 别人用什么 这么烂用职权 还当什么家主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凭什么弹劾我 就你也敢弹劾我 这就是你给我们的说法吗 秦天 仗着修为 一手遮天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就在昨天 我儿长空 被玄陵宗 内定为弟子了 五天后 玄陵宗就会来临水城 选拔弟子 玄陵宗 玄陵宗 那不是实力凌驾落河王国的超大门派吗 是啊 秦家历史上还没人进过玄陵宗呢 大长老 玄陵宗不是三年一选吗 现在才过两年啊 选拔提前了 各位 秦天以权谋私 还配当家主吗 我提议 罢免他家主之位 各位 我说过 日后我所有的修炼资源 全归家族 只要这五百颗脆体蛋 我不仅仅是秦家家主 也是一个父亲 秦南 遭到这么大的打击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 身为人父 我也有非做不可的事 希望诸位可以谅解 我支持秦铁吧 罢免秦天 对对对 我也支持大长老 罢免秦天 没错 家族资源就应该用在该用的人身上 秦南 他算什么玩意儿 秦南就是个皇级一品的废物 给他 不跟为了狗一样 罢免秦天 绝对不能再让这种人当秦家家主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 既然如此 我 这 这是 你们想弹劾我父亲 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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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大的胆子 想造反吧 拿尔退下 就不是你干来的地方 你们是不是 想要弹劾我父亲 今天 如果你儿子继续在这闹事 休怪我不客气了 哪儿 哪儿 退下吧 这事儿 为父自会处理 父亲放心 有我在 他们就弹劾不了您 哼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秦南 你擅闯义士殿 这是最一 以权谋私 侵占家族资源 这是最二 你最好现在 就把催体丹都交出来 再下跪认错 不然 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要催体丹吗 秦长空 你配吗 在我心里 你可连肺部都不如 你找死 秦南 党儿 李天 你儿子狂妄无理 必须加以成见 你难道想互短吗 父亲不必出手 我保证有他狗命 这力量 是 脆体丛虫 你 你才皇旗一瓶误魂 怎么能突破到脆体丛虫 现在 谁是废的 哪儿 你的修为 父亲 前几日我外出历练 我遇灵宝 所以修为有所突破 哈哈哈哈 好 甚好 不愧是我的儿子 现在 谁还有意见 我 就算你修为 比我高又怎样 照样是个皇旗一品的废物 这么说 你不服 当然不服 刚才是我一时大意 才被你偷袭成功 不服就再来啊 找死我 成全你 我就就让你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那就来吧 哪儿不可 现在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没错啊 秦南 现在给我磕头认罪他 你来得及 呃 秦南 你还敢偷袭我 我杀了你 高级武技 白虎兽 不愧是长空 才半个月 就领悟了这武技 长空大哥的白虎武魂 配上这魂技 简直是如虎天意啊 秦南要玩了 哪儿小心 今天 小辈的事儿 我们长辈就别插手了 秦 就死吧 秦南 人道何意 秦南竟然已经领悟到这种境界 好 随时出窥门计 但也算是人道何意了 现在 谁敢说我儿是废物 说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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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 输给你这个黄金一批的废物啊 哼 那说明你太弱了 连废物 都不如 你 你 给我等着 等我进了玄灵宗 有你生不如死 父亲 我们走 诸位还要继续弹劾我父亲吗 那 当然不会 秦天家主扶持天才 真是英明至极 是 是啊 一场闹剧 哪儿 我们走 父亲等一下 我还有话想对长老们说 各位长老 这次弹劾事件矛盾在我 我秦南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五百颗丹药 算我向家族借的 一年之内 如数奉还 否则我愿自费修为 离开秦家 但是 你们在我父亲和秦铁坝之间 也该做个抉择 我不管你们支持谁 但选择之后 不要后悔 我严禁于此 各位 秦家要出大事了 你们知道吗 秦海哥 秦家出什么大事了 这次家族会议 秦铁坝要罢免秦天家主之位 秦天要下台了 罢免家主 秦天可是秦家第一高手啊 这 这算什么 长空大哥被玄陵宗内定为弟子 秦天输定 玄陵宗 玄陵宗 罢免秦天 秦南那废物就要倒霉了 出 出大事了 秦南擅闯意识殿 不仅修为突破催己四重 还一招就把秦长空打飞了 我要杀了他 绝对要杀了他 冷静殿 等你成了玄陵宗弟子 随你怎么处置秦南 秦南 五日后 就是你的死器 白衡长老 还要多久到临水城 三日便到 不过他跟秦家说的是五天 两天足够我们布置 很好 这次我要秦家死无葬身之地 很好 这次我要秦家死无葬身之地 不见秦家不过一群蜀辈 不所畏惧 这个计划有什么用啊 秦家弟子虽然不如你 但是斩草要除根 一群蝼蚁罢了 听说秦南打败了秦长空 秦南 黄极一品的货色 我一直舍就能打十个 不足为患 对了 方雪有消息了吗 没有 算了 不管他 你下去休息吧 五日之后就看你的了 是 少主抱歉 之前我说的话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没事再说 我知道你是为了父亲好 男儿 你能说出那番话 我很欣慰 不过 借担的事 就算了 不管你能不能还脆体担 秦铁八父子都是不会放过你的 有玄灵宗做后台 就是为父也保不住你 我还是希望你能趁现在离开秦家避难 父亲 我会离开 但绝不是像丧家犬一样离开 他们要对付我 来便是 看谁能笑到最后 这么多脆体担 不只能将战魂提升到什么级别 吃了十颗脆体担 战魂却没有反应 来 服用更多弹药是谁 三十颗 一百四十颗 二百五十颗 三百八十颗 四百九十九颗 难道 不够吗 八道皇官 成功了 战魂怎么也发生了变化 相隔百米 我竟然能看见树的纹理 看来战魂品级的提升 会让其他能力也提升 没错 上次凌迟提升了我的感悟力 这次是试炼 这战魂未免也太害人听闻了 战魂 战神之魂 究竟为什么会血伤我 算了 不管是不是命运 我都要用着力量 我要用着力量进入玄陵宗 我要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 永远记住我秦南 听说了吗 秦长空被玄陵宗内定为弟子了 去 就他 被秦南一拳打飞的废物 和方如龙比差远了 不是秦南怎么可能打费秦长空啊 他是秦家这代的领军人物啊 是真的 我也一个堂哥的兄弟的老表的二舅子的姐姐的大爷的干儿子亲眼所见 到底是谁啊 脆体四处是淬炼内脏 而脆体五虫 是淬炼全身 完成后甚至可以刀枪不入 水果不尽 哎 脆体五虫 少主 少主你突破脆体五虫了 我最近彻底炼化了那株灵宝 借其突破了 明天就是玄陵宗招收弟子大典了 这次大典是秦家和方家联合举行 共两场 第一场方家秦家各派弟子抽签笔日 决出最后五名参加第二场 第二场是释放武魂 查看武魂等级 玄陵宗没有透露 最终选几任 那地点呢 在方家 方家 而且我可已经决醒了黄金六平武魂 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陷阱吗 少主 听说你的刀法 达到了人刀合一境 这是我修炼精雷刀法的感悟 希望对少主有所帮助 来 谢三叔 岂南感激不尽 少爷好认真啊 直接坐地上看书 明天就是大典 没有时间耽搁了 好大的雨啊 还是叫少爷进屋修炼吧 不要打扰少主 他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刻 可是 书也会是的吧 要不 你去拿把伞吧 金色闪电 难道 既然是刀意 哇塞 少爷好厉害啊 真是惊人 只一天 少主竟然感悟到大乘境界的刀意 我已经修炼这么久了吗 恭喜少主达到和一境大乘 啊 三叔 和一境大乘是什么 武技有强弱之分 但当武技修炼到一定程度 会达到一种境界 低级武技也能威力惊人 和一境 没错 人和武器心意相通 称为和一境 分为初乘大乘和圆满 而刀意是大乘的证明 原来如此 少爷 三叔 出发的时间快到了 少主 我们先进家主 再去方家吧 嗯 少爷 我也要去 好 秦家贵客到 各位里面请 秦天老兄 好久不见 诸位光临寒舍 方府真是彭壁生辉啊 方兄客气 我们还是早些进去 免得两位长老久等 好 里面请 这方丽同进门就没正眼看过我 给我等着 啊 他应该就是方如龙了 坐在那边的 就是玄陵宗长老吧 白衡长老 气势之强 远在父亲之上 这女人更是深不可测 好强的压迫感 这还只是她随意看了我一眼 她的行为 恐怕超越了仙天境 哼 那个玄陵宗的女长老 我要定了 就凭你 你就是那个输给黄金一品的垃圾吧 久仰大名啊 你说谁是垃圾 别激动 我没说你 我是说秦家的各位 都是垃圾 找死 苏武京 谁在朝取消比赛资格 你最好台上别遇到我 哼 诸位 我来隆重介绍下 玄陵宗派来的肖清雪长老 和白衡 我是白衡 废话别多说 方黎 快点开始吧 是 我宣布大典 正式开始 现在开始第一场比武 各位 上来抽签吧 你几号啊 二号 你呢 南儿 你是多少号 一号 看来是我打头着了 哼哼 少爷加油 你肯定能成为玄陵宗弟子的 放心吧 玄陵宗弟子 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现在 第一场比试 正式开始 抽中一号 和二十号的弟子 上台比武 怎 怎么会是秦南 这不是秦海吗 挺有缘啊 别磨蹭 快开始吧 这场级别的战斗 真是没尽透了 嘿嘿嘿 咱们开始吧 秦南 只要这一场你能认输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 让人 正者 秦南 翠体五重 不对 还有别的力量 何一镜大成 是刚才那小子 这小子竟然和如龙境界相同 秦家有这当天才 方力竟敢瞒我 这 回长老 这秦南觉醒的是黄极一匹武魂 只因有所奇遇 才有这修为 啊 黄极一匹 哼 没意思 接着比武吧 是 方便免胜 秦且诞胜 下一场 方如龙 对秦力 方大少爷 终于出场了 哼 有什么大不了 最后还不是我成为玄陵宗弟子 哼 秦家果然都是一群垃圾 你 你 既然虚浮 内力涣散 一致懦弱 就你 也配合我打 我 我 我认 为什么我会说不出话 弱者 没有 忍输的资格 我认 好厉害 天儿真是 在我这儿 弱者没有存在的必要 方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蓄意杀人吗 秦老兄严重了 比赛难免有意外 况且如龙所言 也有些道理 好啊 你们竟敢这样 我倒看看 方家弟子都是些什么水平 好了 都给我闭嘴 好啊 你们竟敢这样 我倒看看 方家弟子都是些什么水平 好了 都给我闭嘴 人不是还没死吗 既然气不如人 被打餐也是活该 方如龙是我看中的 秦家想干什么 怎么会 白长老别误会 我是找方家虚心请教而已 哼 算你懂事 秦长公 我对你还是很期待的 长公定当竭尽全力 秦 只要我能入选 死伤几个弟子算什么 秦家这帮人真是 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比赛继续 比赛继续 秦南对战方玉 秦南 我好心劝你一句 趁早认输 这样你的脸面还有点光彩 我和方如龙看法一样 弱者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竟敢杀了风玉 好快的刀 连我都未必能接触 潇潇离水城 还真是出了大人物啊 区区一个家族少爷 也敢忤逆我 秦南可知你刚才做了什么 我知道我杀了一个垃圾 白长老 据我所知 这鄙视的规定是生死不论 我应该没有违规吧 哈哈哈哈 很好 在我面前杀了人还敢说规定 告诉你 我就是规定 啊 无你我 就是死路一条 二小心 白横 闹够了没有 还不住手 萧 师姐 你这是 既然生死不论 就不算违规 方玉既不如人罢了 接下来你还是好好观战吧 萧师姐怎么会突然插手 看来今天动不了那废物了 闲天巅峰的围扬好强 要不是我要战魂 恐怕要昏死过去 看来白横真的和方家勾结在一起了 这场高和根本就是陷阱 不 看刚才的情况 实际还有转机 那个女长老的态度更为关键 比武 继续吧 这个废物竟敢杀我方家的人 我要他死 不请冷静 不可妄动 计划有变 萧长老态度捉摸不透 我们第一关绝不能乱来 等第二关我们再对秦家进行最后一击 哼 再让他多活一会儿 下一战 秦南 怼绝方活 又是方家人 看来我和方家人还真是有缘嘛 我在方家实力才排第三 连第二的方域都不是秦南的对手 可 可恶 这样下去我死定了 我 我认输 下一战 秦南 怼绝方形 下一战 废物 你找我死 我要秦家 十倍 百倍承还 你们也没少打仓我秦家弟子 咱们彼此彼此吧 有些债 终究要还的 启南 我要呢 这笔账 我方如龙记下了 方如龙 你要是不服 就上他与我一战 要是不敢 不敢 少在下面大放厥词 我不和弱者废话 我要杀了你 住手 擂台上私斗者 取消比赛资格 就让你再多活一会儿 第一场比试结束 紧急者上台 分别是 秦大龙 秦祥陵 秦长空 方如龙 秦南 就算只有如龙一人见机又怎样 秦家人再多 也不过是一群废物 秦南 等下第二关 我看你怎么办 武魂等即可做不了假 不就是黄姬六匹武魂嘛 等会我把武魂放出来 吓死你 方如龙 少在这冷嘲热讽 但我秦家没人嘛 我倒看看 你觉醒了什么武魂 什么时候跳梁小丑都敢出来蹦的了 滚一边 少死 好了 都给我闭嘴 准备进行第二关比试 第二关比试很简单 只需要释放武魂即可 秦南只有黄姬一品武魂 这下 我看萧清雪还怎么闭目的 我先来 黄姬五品兽武魂 若是配以强大武器 人寿合一 还算不错 多谢萧长老 轮到你们了 秦南就不用看了 我更好奇 堂堂方家少主 觉醒了什么武魂 秦成功 废物不可悲 可悲的是坐井观天 还不自知的废物 这一点我倒和如龙兄的看法一样 我你看 谁跟你这家伙是兄弟啊 你 你们等着 等我成为了玄林宗弟子 绝对饶不了你们 秦长空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到底谁才是黎水城的第一天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竟然是黄姬六品武魂 天呐 如龙少爷竟然决显了黄姬六品武魂 临水城第一天才 非少爷莫属了 临水城第一天才 非少爷莫属了 抱歉啊 主尔 隐瞒武魂是家主的决定 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现在我宣布 我风如龙才是临水城第一天才 哈哈哈哈 说得好 萧长老 你看 这弟子如何 很不错 天赋不凡 未来成就 直指武宗 临水城 不许此行了 就算你萧清雪再想着秦家 在绝对的天赋面前 又能怎么样呢 想不到方树龙 竟然觉醒出黄姬六品武魂 这是天要王我秦家呀 我不信 你怎么可能拥有黄姬六品武魂 我不信 所以我才说你坐井观天 鼠目寸光 真是可悲啊 废了 你有活着的资格 小长老 敢阻止他 虽然我武魂等级比他低 但好歹 也算临水城一个顶尖的 天 才 白 白武兽 虽然你快放 别 杀我 毒龙 不必杀他 这样的垃圾 要是能留在方家 还有点作用 多谢家主 多谢家主 我请掌控愿意一心一意 为方家效力 你们 今天 没想到吧 我方家隐忍这么久 就是为了这一天 我要彻底毁灭秦家 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像秦长空一样 加入方家 要么杀无赦 方家主 我也愿意进入方家 为方家献力 对对对 我们也愿意 我也是 老早就不想待在秦家了 我也是 多谢方家主 老朽也愿为方家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你 一群探生怕死的小人 看到了吗 秦天 只要我一句话 就能让秦家土崩瓦解 众叛秦离的滋味 怎么样 你 怎么 你们这群弟子 难道还想留在秦家 这是最后活命的机会 加入方家 或者和秦家陪葬 也罢 你们走吧 你们的态度 已经让我很欣慰了 家主 不 家主 我不走 秦家与我有恩 我秦离死不足心 只求问心无愧 同生共死 对 同生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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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听 我看等一会儿 你们是生不如死 秦南 你之前杀方家人的账 我可都记着 就算你求饶 也别想我会放过你 两位长老 在下希望能对秦家弟子杀戮一番 以便展现我的武魂能力 方如龙 你的资质足以成为玄陵松弟子 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徒增杀逆 萧长老这话就不对了 方如龙的武魂 本舅主杀伐之道 况且 杀几个世俗之人 不算什么 萧长老庇护凡人 传出去 怕是对名声不好啊 白鹏 你这是在教我做事吗 我就算要庇护秦家 你能怎样 萧长老息怒我 我就说说而已 都这时候了 萧清雪还执意庇护秦南 不会和他友谊推吧 二位长老 我有话要问 秦南 你有话便问 我想问白鹏长老 是否只要成为玄陵宗弟子 就可以随意杀害世俗之人 那是自然 凡夫俗子和武者比 死也就死了 原来如此 二位长老 我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关比赛 应该是所有人释放武魂 再拼结果 为何方如龙释放武魂后 便成了玄陵宗弟子 不要胡闹 方如龙有成为玄陵宗弟子的资质 这场比赛 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萧长老这话我不敢苟头 既是比赛 就该按规则来 况且比赛还没结束 一切尚未可知 秦南说得对 比赛还没结束 我黄金六匹武魂 未必是最高的呀 这么说来 的确应该进行下去 不然 岂不是有失比赛的公平吗 好吧 既然如此 比赛就继续吧 你自己好自为之 哈哈哈 比赛继续 剩下的人都亮出武魂 看看谁能给我带来惊喜 我 我齐全 我也齐全 秦南 就剩你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释放你的废物武魂吗 哼 没了萧清雪的保护 看我等会怎么玩死你 秦南 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释放武魂 否则判你弃全 好像很强的样子 不可能 这是 好像很强的样子 不可能 这 这是 现在看看 谁在这儿废物 这 竟然有少女六平五魂 原来如此 难怪少主能这么快 达到和一镜大城 真是天不枉我秦家呀 阿三 少爷好厉害啊 居然有黄七六平五魂 不可能 你决心五魂是秦家人亲眼看见 你明明是个弘极一品的废物 谁说亲眼所见就一定为真呢 不可能 你只不过是 赵腾 难怪之前在白衡的威胁下 敢肆意杀方家弟子 甚至还要求公平比试 原来是有如此的地韵啊 白衡长老 我 我现在觉得秦南 更有资格成为玄陵宗弟子 我也这么觉得 这个废物 竟然一直在藏主 不可能 明明我才是秦家第一天才 我不服 他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 强行提升了武魂等级 一定是这样 这么说 你不服咯 当然不服 凭什么你这个废物 能成为玄陵宗弟子 我告诉你 凭什么 这是 黄姬七品 不对 我 黄姬八品误魂 告诉我 现在你服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没想到 南儿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黄姬八品 秦南 你可藏得真深啊 武魂之事并非有意隐瞒 还望二位长老见谅 无妨 此次玄陵宗弟子考核大殿 到此结束 现在我宣布 秦南获得此次大典的冠军 正式成为玄陵宗外门弟子 哦 对了白行长老 我之前问你是否成了玄陵宗弟子 就能杀世俗之人 对对对对 秦师弟有要对付的世俗敌人 师兄可以帮你对付 这 那就多谢白行长老 今天这里发生的事 你们方家早有遇到 现在给你们给我一个交代了 秦 秦南少主说得对 绝不能放过方家 我早就知道秦南少主会再次崛起 给我闭嘴 我只知道你们在秦家最危险的时候 不仅背弃了秦家 还落井下石 你们给我记住 从此刻起 你们再也不是秦家人 参入乡内 给我的自费修为 滚出泥水城 否则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不服的 尽管上来试试 在白横的独促下 方家和秦铁坝等人 都选择自费修为 离开临水城 而后 在这次玄林宗 弟子考核大典上发生的事情 在临水城 传开了 文明侠尔的第一废物秦南 竟然是拥有黄姬八品武魂的 绝世天才 方家的破灭 使秦家成为真正的临水城霸主 这一件件大事 让所有人为之震撼 哈哈哈哈 想不到我秦天 竟然生了个绝世天才的儿子 对了秦南 他们不是说你的武魂只是黄姬一品吗 是啊 南儿 你的武魂等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年幼时曾被天雷击中 此后脑海中多了一门秘术 可以遮掩武魂等级 哦 原来是这样 难怪我们看到的是黄姬一品 也就是说 你这身修为全靠自己修炼的 而不是什么奇遇吗 嗯 我的确没有什么奇遇 之前我在龙虎山脉遇到方雪 得知方家的阴谋 才决定隐瞒武魂 还望诸位见谅 无妨无妨 早知道秦师弟有如此天资 我断然不会被方家蛊惑 秦南 这两日你尽快处理完家事 随后我们前往玄陵宗 不需两日 哪儿你明天就动身 随长老们前往玄陵宗 秦家你不必担心 如此我便不多留了 父亲 三叔 还有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 哈哈哈哈 在这之前 你先带二位长老去秦家转转吧 好好 那我就一起 我 我还是留下来吧 正好我想和诸位探讨下修炼上的事 小师姐 你别老看着我呀 哈哈 原来你还会害羞呢 别叫师姐 多难听啊 叫我清雪好了 好啊 对了秦南 你说你有一门可以隐藏武魂等级的秘术是吧 哦 是的 我问你 你的武魂真的是只有黄鸡八品 小师姐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 你说你有一门可以隐藏武魂等级的秘术是吧 哦 是的 我问你 你的武魂真的是只有黄鸡八品 小师姐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 当然没有 我要是有更强的武魂肯定能得到更多修炼资源 我何必要遮掩呢 嗯 也是 好险 差点暴露了 这萧清雪的直觉也太可怕了吧 秦南 你要记住 你虽然有黄鸡八品武魂 但是在玄灵宗内绝对不能狂妄自大 玄灵宗在苍蓝大陆也只是刚刚开始 嗯 多谢清雪提醒 我会谨记的 哦 父亲 这 南儿 这些临水城的人是自愿来为你送行的 秦南少爷 要变强啊 秦南少爷 祝你一帆奉顺 我们等着你开心而归啊 秦南少爷 成为强者后记得多招给我们呀 南儿 我相信你未来一定能成为强者 不民则已 一民惊人 父亲 我会谈 玄灵宗位于洛河王国北部 我们大概还要九天九夜时间才能到 九天九夜 既然如此 那我不如一路修炼过去 不愧是黄鸡八品武魂 好恐怖的灵气吸收速度 秦南 你这样修炼是没用的 什么 修炼要静心静气 你边走边修炼 只会消耗灵气 原来如此 难怪感觉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看你似乎没有修行身法武技 这有门终极武技 名叫百玄八部 你拿着 秦军 这太贵重了 不太合适吧 哪那么多废话 给你就拿着 多谢秦选 肖师姐对我照顾有加 还给我这么贵重的武技 他人 我必定后绑 武道对战中最基础的是两点 一为杀招 二为速度 你力量有余 但是速度不足 哼 多谢肖师姐提醒 我这就修炼看看这百玄八部 肖师姐 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会有些无聊 好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好 赌什么 秦南师弟正领悟百玄八部 不妨我们赌他有多久才能领悟 谁猜得接近 便算谁赢 这个赌有点意思 那就赌一百颗先天丹吧 一百颗 一百颗先天丹 相当于一万颗脆体丹 就算是我也要心疼啊 好 那就赌一百颗 若是我领悟至少要三天 但是秦师弟天赋过人 所以我赌一天 那我就赌六个时辰 哪怕是黄金食品的人 想要领悟终极武技至少也要十一个时辰 哼 秦南怎么可能和黄金食品的天才比 萧清雪 你输定了 所谓百玄八部 世间百种不怕 精灵成八部 不 不是吧 只用了三个时辰 居然这么快就能领悟一门终极武技 不愧是终极武技 果然玄妙 居然用了整整三个时辰才初步领悟 嗯 清雪 白横师兄 你们两个这是什么表情啊 刚才我和白横用一百颗仙天丹 赌你多久能领悟百玄八部 看来是我赢了 萧师姐 这是你的丹药 一 一百颗仙天丹 要是我服用了一百颗仙天丹 那战魂能提升多少起呢 秦师弟 既然领悟了百玄八部 要不要施展出来看看 可恶 这个怪胎害我一下子输了一百颗仙天丹 那 虽然赌约是我先提的 哼 哼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领悟百玄八部 很不错 哼 我就和师兄赌 我能否九日将百玄八部练到最高境界 九天练到最高境界 你疯了吗 哼哼哼 到底是年轻气盛啊 那我就和师弟赌一把 赌注是一百颗仙天丹 如何呀 白横别胡闹 还有其难 不要对赌 清雪放心 我其实没想过赢 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压力 哼 连黄鸡食品武魂的天才 也无法一个月内 把终极武器练到大城 这毒 我赢定了 师兄 我现在身上没有仙天丹 能否让清雪作证 日后还你 当然可以 好 那我就不耽误时间 开始修行了 为了把百玄八部练到大城 我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整整一天 但是 百玄八部 不愧是终极武器 我练了一天 竟然只练到九十步 哎呀 秦师弟何必这么拼命啊 你的修为才脆铁五重 除非到了五王境 不然你晚上还是要打坐休息的 白横说的没错 你还是过来休息会儿吧 没事 我不累 白横说的没错 你还是过来休息会儿吧 没事 我不累 百玄八部 百玄八部 步步高深 每一步 都有独特的奥义 照顾这些奥义 以步步的融会 管痛 这不是天生武痴吗 听说这种人 天生就是为武技而生啊 我听说 玄陵宗有位极强的前辈 就是天生武痴之人 想不到他也是 就算是天生武痴 也绝对不可能九天练到百玄八部大成的 秦南陷入武痴状态 不眠不修炼些武技整整八日 终于将百玄八部修炼到三十步 却落最高境界 还差二十二步 今天是 第几天了 今天是第八天 明日清晨 变革抵达玄陵宗 第八天了 这么快 你一练起武技 完全就痴迷了 哪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秦师爹 就剩一天 你肯定练不成百玄八部了 这样 别练了 我只收你五十颗好了 师兄放心 一天足够我练到百玄八部的大成境界 战神之魂 出来吧 难得秦师弟这么自信 我倒是从没见过谁能在九天之内 就把中级五级练到大成境界 那我今天就让白横师兄长长见识 给脸不要脸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长见识 所谓百玄八部 原来指的是百种步伐 结合成八种步伐 更别代表着八个方位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真是怎么回事啊 居然成功了 正好八部 嘿嘿嘿 如何 白横师兄 今天是否让你长见识了 秦南 你为何释放武魂后 领悟力提升了这么多 嘿嘿 你因为我的武魂 可以帮我领悟五级 你的武魂能力非同小可 以后可以多花些时间在五级上 白横师兄 武魂知识我有隐瞒 所以丹药 你给我五十颗就行了 不行不行不行 说好一百颗就给一百颗 这钱的天赋太吓人了 我以后还是别得罪他好 那倒不必 光五十颗先添丹 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秦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秦南 这次的万象大比 你肯定能拿个好名字 万象大比 那是什么 玄陵宗每次招收弟子之后 会举行一场新弟子之间的比试 这就是万象大比 这是为了考察弟子的心性和天赋 而且奖励也十分丰厚 太好了 我正想见识一下那些新弟子的厉害 玄陵宗 洛河王国四大宗门之一 门内弟子一具修为划分为 外门 内门 真传弟子 武王近后可晋升内门弟子 气势恢弘不愧是玄陵宗 我要在这里 登上成为绝世强者的第一个太监 走吧 想必玄陵宗内 已经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弟子了 所有新弟子都属于外门弟子 住在外院 玄陵宗主要分为掌教殿 功劳殿 刑罚殿 功法殿 易保殿和生死殿 这六大殿看名字大致能理解意思 只有生死殿有些不同 有何不同 玄陵宗内禁止内斗 除了生死殿 一旦进入生死殿 必须死一人才能结束战斗 这么凶残 看来玄陵宗也不是和平之地啊 还有 玄陵宗有十大规定 第一条就是刚才说的不能内斗 第二条不能背叛宗门 第三条是 对啊 对啊 这群人里最弱的都有脆体四重 最强的甚至斗了十重 白衡你陪到这里就可以了 一会儿我陪秦南过去 是 秦南 等会儿切记不要冲突 一切交给我来处理 好 这人谁啊 身边竟然有这样的美人 这女人竟然有黄金八匹武 他你都不认识 萧清雪可是玄陵宗第一美女 不仅漂亮还这么强 这家伙谁啊 修为才脆体五重 这么弱也被和萧世界走在一起 父亲说的没错 女人果然是祸水 怎么 害怕了 哼 怎么可能 我当谁呢 原来是 萧美人啊 萧美人今日不去陪欧阳公子 怎么带个小白脸 跑到这里来了 不利 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少给我胡说 阴魂不散又怎么样 当初你拒绝了我 选了欧阳公子 不就是看中他的背景和天赋吗 滚 要我滚也行啊 只要你愿意陪我 我就 茉莉 是吧 见到你我也算长见识了 原来厚颜无耻是这个意思 好大的胆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么和我说话 哼 我猜应该是某个长老的儿子或弟子吧 那又如何 你可知道我是谁 你 你是谁 好大的胆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么和我说话 哼 我猜应该是某个长老的儿子或弟子吧 那又如何 你可知道我是谁 你 你是谁 给我听清楚 我性其名难 被萧清雪师姐招入玄灵宗 乃玄灵宗外门弟子是你 那不就是最普通的弟子吗 说得这么热闹 我还以为是真传弟子呢 这家伙真是 你小子耍我 信不信我弄死你 你这是在威胁秦南吗 告诉你 他是我带回玄灵宗的人 你敢动手 我要你好看 我这次也发现了一位弟子 等万象大比 你 我让他好好照顾你一下 给我等着 莫莉是玄灵宗三长老之子 为人心狠手辣 秀为不弱于我 秦南 你刚才冲动了 不妨 一味委屈求全怎么成就大器 况且他还轻薄萧时间 就算是宗主之子 我也照骂 秦南 能认识你真好 好强的杀器 竟然是灵子霄 听说他拥有黄金九屏五魂 不仅如此 传闻他五魂觉醒后 仅三个月就修了得翠起八重 千秋无绝色 月目是佳人 倾国倾城茂 惊为天下人 在下林子霄 不知能否与清雪姑娘交个朋友 哼 清雪姑娘不愿答复我 是因为她吗 我听茉莉师兄说 有个废物站在姑娘身边 想不到是真的 不愧是雪灵总 光是黄金九品 就出现了两个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 黄龙 我释放五魂而来 你就学我 废话少说 不服就上来和我打一场 手下败将 你 我承认不如你 但你不要以为如此 就能在这儿嚣张 这位秦男 可是连茉莉都不放在眼里 这家伙故意捧杀我 想挑拨黄龙来对付我 哦 连茉莉都不放在眼里 就凭你脆铁五重的修为 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 小子 敢和我抢女人 我看你怎么死 修为我不如他 但我自决心五魂以来 这短短二十天 就达到脆铁五重 这种天赋 比他如何 按十天练的脆铁五重 确实不凡 而且他的刀意 竟然达到了和一镜 修为不行 这刀意还有点意思 我收回前言 和一镜的刀意又怎样 照样是挡不住我一招的废物 林子霄 照你这么说 你在我眼中也不过是个废物 万象大笔的时候给我等着 奉陪到底 事情因我而起 林子霄日后敢找你麻烦 尽管告诉我 清雪你放心 一个林子霄不作为据 他又敢来惹我 有他后悔的 这家伙哪来的底气 敢说让林子霄后悔 啊 长老来了 好强的实力 这就是玄灵宗长老吗 万象大笔 将在十日后召开 参加弟子皆可前往功法殿 挑选一次武器 嗯 你们很不错 可以选两次 谢长老 谢长老 挑选完毕后会有人接应你们 安排住处进行修炼 在万象大笔前 严禁私自比武 为者逐出宗门 是 小子 等到万象大笔的时候 我让你生不如此 这林子霄真是有够虚伪的 清雪师姐 该我讲讲功法殿吧 功法殿里不仅有五技 更重要的是有强者们留下的修炼笔记 哦 强者的修炼笔记 秦南 你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提升修为 五天后 我在功法殿门外等你 嗯 我知道了 这就是功法殿啊 这名功法殿守门的老扯 修为 竟然比玄灵宗长老还高 弟子秦南 拜见长老 我不是长老 就是个普通老头 你叫我善老就行了 秦南是吧 快进去吧 多谢善老 区区翠铁武虫 竟能窥探我 有意思 哇 这么多中级武器 可你看看 有没有适合我的 这些中级武器虽巧 但竟然连本刀法都没有 这些中级武器虽强 但竟然连本刀法都没有 我倒是谁 这不是秦南吗 我们还真是有缘 刚离开白玉道场 又在这碰上了 原来是你啊 找我有事吗 没事我可走了 这么急着走做什么 难不成你怕了 还是说没了萧青雪 你就原形毕露了 嘿嘿嘿嘿嘿 看来你不过是狗杖人士罢了 不如林兄独善胜场 黄龙找你约战 你一生不肯畏畏缩缩 真够威风啊 秦南 够胆的话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哼 看来林兄犬飞的本事 也不差 找死 功法殿内禁止喧哗 你们有什么矛盾 可以用斗武解决 再敢喧闹 就逐出功法殿 善老 斗武是什么 所谓斗武 是指用狼海月牙石 来鄙视武器天赋的高低 秦南 不如我们就来斗武怎样 当然我不强迫你 毕竟 我的玉霄武魂 不仅能杀人 还能增强武器天赋 好 既然要斗武 不如加点堵住 谁输了 终身不得踏入功法殿 他疯了吗 竟敢开这么大的赌注 怎么 又不敢了吗 我跟你赌 既然你不想再入功法殿 我当然要帮你一把 既然你们都没意见 那就让我来做赌月的见证人吧 秦南要倒霉了 这辈子都不能进功法殿 他这是自作自受 这便是蓝海月牙石 只要把手放在石头上 便会闪烁出不同的颜色的光来 赤城黄绿青蓝紫 依次增强 你们谁先来 我先来 秦南 你好好看清楚 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青色光芒 还没完呢 好厉害 竟然能激发出蓝色的光 哇 不愧是林子霄大人 嗯 不错 以武魂辅助 使武技天赋达到蓝色 非常不错 如何秦南 轮到你了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嚣张的本事 玄林宗新弟子中 算上林子霄 也只有三人武技天赋能达到蓝光 那就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 欠 死鸭子嘴硬 难不成你秦南还能超过蓝光 达到紫光 什么嘛 说得这么仔细 结果是最低级的赤色 哈哈哈哈 果然 废物就是废物 嘿嘿嘿嘿 我以为你有什么能耐 原来是区区红光 是吗 黄色 绿色 这秦南是怎么回事 行 不对 变成蓝色了 还没完呢 紫色 这未免也 我宣布 这次斗舞 是秦南胜了 这么多年 终于出现一个达到紫光的人 我居然输了 还是输给一个脆体五重的废物 滚 你找死 住手 按照赌约 你以后不得踏入功法殿 是 秦南 万象大笔 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哼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厉害呀 秦南 连林子霄都不是你的对手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要不要随老傅走一趟 弟子任凭善老吩咐 我叫你来 是想给你这块令牌 持此令可任意出入功法殿一二层 善老 这礼物太贵重了 弟子不能要 你收下吧 我向来欣赏武技天赋高的弟子 要是你能引发 狼海月牙十一箱 我就送你能在功法殿畅通无阻的令牌 能做功法殿畅通无阻的令牌 狼海月牙十一箱 比紫光更难触发 你不会觉得自己能做到吧 善老 我想要是我释放武魂 加上武魂之力 说不定能做到 圆林宗百年来 甚至真传弟子都办不到 你话说太满了 善老 让我试试也无妨 这是什么武魂 难不成还真能引发什么异象 狼海月牙十 碎了 狼海月牙十 碎了 哼 好小子 放心 不用你赔 按先前的约定 你拿好 这是子龙赤牙令 赤祠令 功法殿 甚至义保殿 都可以任意进入 多谢善老 这份恩情 帝子必定铭记在心 想不到这世上 还真有人拥有 如此惊人的武器天赋 甚至能震碎狼海月牙十 世兄 你想要找的人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你却何时能回来的 站住 先进地子 不得进入第三层 速速离去 长老 不知这块令牌能否 令什么牌 赶紧给我 嗯 这 这是子龙赤牙令 那长老 现在我能进去了吗 能能能 这家伙什么来头 修为这么低 你竟然拥有太上长老的令牌 难不成 新晋弟子 嗯 这人看似年轻 竟然有五王境界 实力甚至比萧青雪还强 翠堤五重 公法殿第三层 连内门弟子都很难进去 他怎么 太上长老令 在下公阳 不知阁下怎么称呼 公阳师兄好 在下秦南 秦南师弟 这令牌可不能随意挂出来 多谢师兄提醒 秦南师弟来这儿 是找武技 还是修炼笔记呢 不瞒师兄 我想找刀法类的修炼笔记 武技也行 我记得 这就是本刀法类武技 没错 还是自创的武技 非空刀法 这武技小学会 可是很难的 无妨 多谢师兄了 天生无痴 秦南师弟竟然还有这种体质 不如与他结交一番 这竟然是刀印 非空刀法只有一招 非刀出手 百步内取人手机 刀法法刀 却又不容易多变 相较之下 不过 我的精雷刀法灵力有余 变化却不错 非空刀法正好能弥补我的短板 不愧是天生无痴 对非空刀法联系得如此迅速 哦 这么快便入境了吗 长老好 功法殿第三层位已经关闭了 你们好好修炼吧 长老竟然为他封闭了功法殿 武王自创的武技 果然不简单 明明是如此霸道的刀法 却处处透露出圆滑的味道 这两者应该根本无法相同 到底是为什么 啊 镇神之魂 我明白了 是心眼 让刀印覆盖百步之内 形成心眼 刀所易动 人刀合一 才短短四个时辰 竟然被他打到人刀合一境的圆满境界 就算是天生无痴 也不可能这么快啊 啊 供阳师兄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啊 我对秦南师弟很感兴趣 不嫌弃的话 叫我杨大哥如何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杨大哥 秦南 你终于敢出来了 上次我们的账 也该好好算算 你要是现在给我下跪磕头 我兴许能手下留情 好大的口气啊 不如我来见识一下 你是怎么手下留情的 公 公阳 你算什么货色 也敢插手我们的事 找此事吧 林子霄 你给我闭嘴 这是公阳师兄 没想到公阳师兄也在这儿 这林子霄刚入玄灵宗 并非有意冒犯 望师兄多多海寒 你刚才对我秦南师弟的态度 可比现在嚣张多了 是我们冒犯了 我们这就走 秦南明明毫无背景 获得萧清雪的器重了就算了 怎么连公阳也在护着他 多谢杨兄出手相助 都是朋友 不必客气 秦南 你出关了 哎 这不是公阳师兄吗 是清雪师妹啊 秦南师弟竟然和萧清雪也有交情 我和秦南甚是投缘 便交了朋友 既然清雪师妹来了 我也有事要忙 先走一步了 你们是怎么交上朋友的 他可是那门弟子中实力前十的天才人物呢 难怪先前公阳根本不把茉莉放在眼里 原来他这么强 先不说这个了 离万象大比还有五天 你要尽可能提升修为 哼 我忍不下去了 不把秦南千刀万剐 担截我心头之恨 别急 我有一计 等万象大比开始 我们可以联合所有新晋弟子对秦南围杀 他必死无疑 可是这么多人 怎么会帮我们 可是这么多人 怎么会帮我们 你可是皇级九品的天才 你觉得那些人会为了区区秦南 得罪我们吗 师兄果然妙计 哼 秦南 这次你死定了 上次从白横那赢了五十颗先天丹 现在正好试试 服用了能将战神之魂提升到什么等级 我一年吃了五十颗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还是不够吗 这是 我竟然能直接看到整个月落 好恐怖的木链 这是战神之魂 难道战神之魂的部位浮现时 我的本身也会获得相应的能力吗 秦南 秦南 我 清雪 马上就万象大笔 这个遁地珠给你 捏碎它可以瞬间遁地一礼 用得好可以保命 多谢清雪 清雪 你的帮助 我 没事的 对了 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弟弟萧冷 也是新晋弟子 他是 秦南 他的大名谁不知道 秦冷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本来就是 庆敢和林子萧作对 凭他的修为 不过是以卵击石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相应的 也别指望我帮你 你好自为之 你别和我弟弟一般见识 他从小骄傲惯了 性格不太好 没关系 这次大笔你一定要小心 虽然你天赋高 但毕竟修为不够 于是要多忍让些 别像以前那样 嗯 知道了 想不到玄灵宗招收了这么多的新晋弟子 比上一届多了数百人 嗯 保险起见 先用战神之铜 观察一下他们的实力吧 战神之铜 啊 达到脆体七重以上的 竟然有八十多倍 林子萧甚至达到了脆体九重 哼 看来 这次万象大笔 必定是一番龙针虎斗了 这次万象大笔将在万象岛召开 随后我等五位长老联手布阵 传送你们过去 一个月后将你们传送回来 现在 我来讲万象大笔的规则 万象岛上共有三十枚青龙令 各凭本事争夺 最后以所值数目多寡 决胜负 大笔第一名可得一枚九转金丹 第二名可得一枚三转金丹 第三 可得一万枚仙天丹 何一次进入一宝阁的机会 这次宗门的奖励竟然这么丰厚 我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拿到前三名 秦南 这次大笔 可是不尽杀戮的 诸位 秦南乃我死敌 只要诸位能与我联手诛杀 先前答应诸位的条件 必定做到 哼 区区一个翠体武冲 何须林兄出手 这秦南只要被我碰到 一定废了他 秦南 没想到吧 林子霄 何故联合众弟子 对付一个弟子 帐老 这秦南与我斗舞 设计陷害我 使我终生不能入功法殿 什么 大胆秦南 竟敢陷害林子霄 你可知罪 杀了他 竟敢陷害宗门的天才 别让我在里面碰到你 不然要你好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秦南 你不会这就疯了吧 事到如今竟然还笑得出口 哈哈哈哈 我笑你为了我一个区区新弟子 如此大动尴尬 我说无意 你害宗门险些损失一名天才 论罪本就当诸 论罪当诸 林子霄仗势欺人时 你们又在哪里 要杀我 随时奉陪 那我就看你能奉陪到什么时候 来起传颂大阵 最近的弟子真是龙蛇混杂 碎体五重也敢这么嚣张 算了 不必为死人动气 传颂阵下所有人都被传颂到了随机的地方 我得谨慎些才行 有动静 杀死 看来敌人不仅是人 还有妖手 先用战神之铜探查一番 好多的天地灵物 这气息竟然是紫燕花 这可是提升修为的灵草 林南 终于被我找到你了 这下林子霄许怒的好处 归我了 这是紫燕花 这是紫燕花 我还真是红韵当头啊 找到了你还特地送我紫燕花 就凭你也想学别人杀人越货 你配吗 你也就这会儿能嚣张了 白玄法布 身法五级 没用 接我最强的一招 爆裂崩潜 好强的刀意 失策了 他竟然有和一镜圆满的刀意 三十六计 先走为上 等我找到林子霄 就是你的死期 现在想走 晚了 这 这是 白木 非 多行不义必自闭 让我看看这紫燕花 能否助我突破境界 好痛 不行 不能放弃 就算是死 我也要 提升自己的修为 终于突破到脆体六处了 这力量 就算面对脆体七仇 我也能一战 谁 秦南 你怎么在这儿 你的修为突破了 不过就算你突破 面对这么多敌人 照样是死路一条 多谢提醒 等 等一下 秦南 要不要跟我合作 合作? 两枚青龙令 如果成功 我们可以平分 我们怎么合作 万象岛上 有一种记录青龙令 位置的地图 这种地图 一共有五块 每一块都记录了 两枚青龙令 传言 五块合并 就能找到 剩下的二十枚 我原本也有一块地图的 但是被十大高手之一的 王猛抢走了 就是他们 一会儿我对付王猛 你对付余下两人 恭喜师兄斩杀妖兽 过得青龙令 这还多亏了小冷那个蠢货 特地送我地图 王猛 可你躲我地图 还敢在这儿羞辱我 今日我必杀你 我当谁呢 原来是手下败将 哼 你若不是仗着人多 我怎么会败 有胆就和我单挑 单挑 我偏就要仗着人多欺负你 给我上 什么人 什么人 三打一有什么意思 既然要打 就算我一个 竟然是你 秦楠 小狼 你居然找了这个废物做帮手 不过也好 还省得我去找他了 哈哈哈 废话少说 不还我地图 就直接开战 小狼 我看在你姐的面子上 现在滚 我饶你一命 王猛是吧 既然你叫我废物 何敢与我一战 有没有搞错 你竟然也敢挑战我 秦楠 别乱来 就算你突破了 也不是王猛的对手 你放心 我可不觉得我会输 果真和传言的一样嚣张 你要找死 我就成全你 剑寒三千尺 这是 寒冰剑法的最高境界 秦楠 快逃 已经晚了 下辈子记得 大家多带点人 砍刀 人道合一圆满境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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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一刀就斩杀了王猛 快跑 快跑 走得了吗 百步非空 秦楠 秦楠 秦楠大哥 你这又是什么武器 相隔这么远 竟然还能杀人 难道你不知道 每个人的武器 是不能随便过问的吗 别傻站着了 赶紧去搜他们的青龙力和宝物 没问题 还有他们的东西都得归我 好吧 看来收获不少嘛 嗯 这就是青龙令 还有这地图 没错 只有集齐五块地图 才能找到剩下的青龙令 对了 地图也得归我 好吧 这里标的一朵莲花 是什么意思 三瓣金莲 这是三瓣金莲啊 只要吃下它 就能立刻提升修为 这灵药要是拍卖 至少只两千先添丹 这宝物我要定了 但不是现在 现在不急 你先随我去一个地方 我要提升修为 齐南大哥 我一开始确实瞧不起你 但不是因为你的修为 而是觉得 你太不懂隐忍了 你天赋那么高 我一时意气得罪林子霄他们 太不值当了 只要你忍耐一时 我之所以走上五道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地不能恕我 天不敢压我 要我委屈求全 屈炎覆尸 我宁可死 看看今天收获的丹药 能否让战魂晋戟 成功了 黄姬九匹 成功了 黄姬九匹 好惊人的修炼速度 比之前快了数百 这是灵气化龙 化灵气为实质 趁现在把它吸收了 多亏 多亏这股灵气 修为也突破脆体七重 是时候出关 去找三板金莲了 秦南 你突破脆体七重了 多亏丹药 我们立刻去摘三板金莲吧 这秦南 或许并非狂妄 而是真的有和林子霄抗和的实力 其实 血帐物 血帐物 血帐物含有大量毒素 就算是脆体十重 进去也会瞬间毒发身亡的 还有那些人 莫非也是冲三板金莲来的 看来只能先藏在这儿 静观其变了 快看那边 又有人来了 等一下 他好像是 竟然是十大高手之余的 楚月师姐 听说他修为达到脆体八重 难道也是冲金莲来的吗 灵中二位 你们还想隐藏多久呢 糟了 被发现了 只能出去了 居然是秦南 连他都来了 来得正好 杀了他 便可去找林子霄领赏了 哼 就凭你们 也想对秦南师兄出手 我了吗 诶 十大高手之一的肖冷 怎么和秦南勾结在一起了 这下麻烦了 算秦南这废物总运 哼 秦师弟数日不见 竟突破到脆体七重 小女子真是佩服呢 有所奇遇罢了 不敢和楚运师姐相比 师弟不必担心 大笔钱 公养师兄交代过我 让我在大笔中 对你关照一耳 那劳烦师姐 替我谢过公养师兄了 哼哼哼 这么多人 还真是热闹啊 不过 没想到不但楚运 小冷来了 连秦南这废物都来了 英莎公子 你也知道三半精灵 哼哼 我自有我的消息渠道 秦南 欠你三个呼吸跪下束手就擒 否则 我便让你生不如死 你个矮个子谁啊 上来就要我下跪 有本事你试试看 秦南 别冲动 这个英莎公子实力极强 还修了邪术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 我生平最恨别人说我矮 不把你错骨扬灰 难解我恨 住手 秦南是我朋友 你若出手 可别怪我和他们联手对付你了 楚运 你今天真要跟这废物出头是吧 当然不是 可是公阳师兄特意嘱咐我 怎么办 英莎公子 刚才秦南的话 我可以替他道歉 但是今日 我必定站在秦南这边 而且 楚运师姐 不必和他多说 既然他想杀我 我倒想看看他怎么杀我 跳起来打我膝盖不长 你死定了 五蕴也救不了你 秦南 拿命来 曲曲神法武器 我也会 变闪步 这下看你还往哪儿逃 我命锁魂脸 英莎竟然打到了仁器和印镜大城 受死吧 秦南 人刀何以圆满 秦南 这次有楚运在算你走运 下次我必杀你 想走 你那么容易 哼 这秦南真是自寻死路 竟敢去追杀影莎公子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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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秦南 这次先饶你的狗命 等你下次落了单 再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什么手段 秦南 你竟敢单独追上来 杀你还用和人联手吗 少废话 快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手段 天堂有路你不走 你来试试我的邪术吧 人魂合一 阴雷烈毁 阴雷烈毁 哼 人魂合一 不过如此 啊 黄金 九品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 有些东西 不是你能知道的 秦南 今天这批账 回头再和你算 你跑得了吗 这 这是 啊 都过去一周上的时间了 他们也该分出胜负了吧 哼 我看秦南就算没死 也肯定重伤 能留条命就不错了 啊 秦南 你可千万别死 不然我可怎么和公羊交代 快看 有人出来了 竟然有三百颗仙天丹和两枚青龙令 不愧是十大高手之一啊 是 是秦南 他扛着的不会是 殷莎公子 秦南 你真的把殷莎公子杀了 那还有假 我向来有仇必报 秦师弟果然深藏不乐 连殷莎都不是你的对手 啊 楚云师姐过奖了 秦师弟果然深藏不乐 连殷莎都不是你的对手 啊 楚云师姐过奖了 等会儿扎三半金莲 还得劳烦师弟 帮扶小女子呢 楚云师姐与公羊师兄相识 我自然要帮师姐一把 快看 薛章物退了 三半金莲 湖面很平静 看起来没什么危险 我们得趁发生变故前 尽快取走三半金莲 你们两个一人一片 先去找个隐蔽的地方 把金莲吸收掉吧 好 你 让我看看 这传说中的三半金莲 到底有怎样的功效 花瓣竟然直接化成了灵气 好精纯的灵气 这灵气 正在巩固我提升过快的境界基础 只要等根基稳固 现实便能突破到脆体八处 不愧是传说中的天地灵妖 秦师弟怎么闭关这么久了 我也不知道 总之 我们先不要打扰他 秦师弟 难道你突破人刀合一镜 达到传说中的入味镜了 没有 只是摸到一丝门槛而已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还有十天 大笔就结束了 十天 得去争夺剩下的青龙令和四张地图了 哎 你手上有地图 可是该怎么找到其他的地图呢 你们三个 谁是秦南 前辈 在下就是秦南 不知前辈有何要事 这老头竟能穿过万象岛的结界 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其他人就在这儿等着吧 我与前辈素未谋面 也无瓜葛 更不知前辈来历 数万辈不能从命 我知道 你手上有善师弟的令牌 但这不代表你能拒绝我 善师弟不会是指太上长老吧 难道这神秘老者 竟是善老的师兄 哦 原来前辈您是善老的师兄 刚才多有冒犯 还望前辈海寒 随我来吧 至于你们两个 就在这里等着 这两本古籍 给你们打发时间 这是 武王修炼笔记 既然这么随意给罗文 秦南和这神秘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不必多问 我能说的就是 接下来 只要你能按我说的让我满意 我便给你一场大机缘 请前辈明说 要晚辈做什么 对了 你的武魂分明是黄极八品 后来怎么变成九品了 你在跟踪我 没错 我只是区区脆体七重修士 何老前辈如此重视 好奇而已 你不愿说就算了 现在让我看看 你全部的五级天赋 此乃泽海满月时 想要触发它 至少需要紫光级的五级天赋 此时只有紫 黑 星辰 黄道四种光 而在这四种颜色之上的便是 此乃满月异象 我会根据你的五级天赋送你宝物 若你能引发此乃满月异象 我可以收你为记名弟子 前辈此法当真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呃 万一我把慈海满月时弄碎了 您不会找我赔偿吧 哼 你要真能弄坏它 我就传你一招绝世秘书 嘿 既然如此 万费就见丑了 不错 黄道光芒 我可以送你一件衣宝 哼 这事 可还满月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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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还是不小心把你的石头弄碎了 就凭一个慈海满月时 就想探查战魂的潜力 开玩笑 你的武器天赋确实不错 按照先前约定 我传你一门秘书 名叫聚天一击 聚天一击 这招虽是一卷残片 但威力非凡 且看我严实一遍 能误导多少 好 就看你自己的了 此乃 其与天一击 好 好恐怖 我哪怕是武王精强者 也会瞬间湮灭吧 我必须尽快掌握这招 心意通达 一面入微 入微镜 多谢前辈知道 晚辈才能达到入微镜 少废话 秘书已经传你 你可以走了 这 三百年 整整三百年 终于被我吵到了这样的人 剩四天大笔就结束了 秦师弟怎么还没回来 秦南师兄 秦师弟 就剩四天了 我们必须尽快去找青龙令 凭我们的实力 可以分散开来找 你们怎么了 秦南师兄 你看这封信 林子霄在召集中人 诚如苏卫所知 唯秦秦五块地图 方可得余下青龙令 在下林子霄 以持有二 号召持徒者 共会图中小岛 共夺青龙令 你们什么时候得到的线 两天前 我若去的话 说不定能集齐地图 找到剩下的青龙令 但 林子霄敢这么做 必然做了万全的准备来对付你 你要去吗 当然去 我秦南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若有危险 你们立即离开 他应该不会为难你们 秦师弟这话也太见外了 就是 我们出发吧 到了 这里便是信中的小岛 竟然有这么多人 岛上弟子怕是全都来了 林子霄果然有所准备 身边全是实力不凡的高手 他是端木羊 十大高手之一 竟然也被林子霄招揽了 还有十大高手之手的萧云和 秀为达到脆体七重 快看 竟然 是秦南 秦南也来了 这家伙明知道林子霄在这儿 居然还敢过来 佩服 论嚣张 在场的谁比得过秦南 他的秀为好像达到脆体七重了 那有什么用 照样挡不住林子霄师兄一招 哼 少废话 想动手就站出来 我陪你们玩玩 听说你最近实力大涨啊 甚至还杀了阴沙公子 什么 阴沙公子竟然是被秦南杀的 那可是十大高手之一啊 那林医生不妨猜猜 下一个被我杀的会是谁呢 你 你区区脆体七重的废物 竟敢这么嚣张 敢和我一战吗 不好意思啊 我是来凑齐地图的 不是来和喽啰打架的 找死 萧英和住手 先忍忍 他手上有地图 等拿到地图再收拾他 先饶你一条狗命 想不到你这废物 竟然也能获得地图 交出来 我饶你不死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你若是想要青龙令 就把手中的四张地图给我 锁梦 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就能让你尸骨无存 你大可疑是 不过地图可比我脆弱多 别太过分了 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那我倒想看看 你这种虚伪小人的极限在哪儿 你是 黄龙 好强的气势 看来他应该已经达到了半步先天的地步了 黄龙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如这样 秦南兄把地图给你 但你之后不能再对秦南兄出手 你敢出手 便是和我作对 别怪我和秦南兄联手对付你们 你 好 就按你说的办 秦南 把地图给我 秦南兄放心 林子萧敢对你出手 我就对他出手 好 我信黄龙师兄的话 拿去吧 半路杀出个黄龙 真可恶 快看 有地图出现了 这是 青龙 是青龙令 走 走走 地图上说的 应该就是这儿了 我们赶紧进去吧 等等 这竹林有古怪 这竟然是乱兴古竹林 乱兴古竹林 那是什么 不错 这位师弟见多识广 竟然能认出这片竹林的名字 五王竞强者 诸位师弟 在下徐迁 奉长老命令在此考核你们 通过考验者会获得相应奖励 那敢问师兄 这次的考验是什么 这乱兴古林 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 因此这次考验的 便是各位的 武道之心 各位进入古林 可以释放武魂 但不能用武技 以部署多少排名 前三依次得十枚 六枚和四枚青龙令 但若有人能走完全程 一千步 就能拿走全部青龙令 不过 玄陵宗历史上 还没人能做到 对了 要是武道之心不坚定的话 极有可能走火入魔 暴体而亡 过去是不是有不少 翠体八重的弟子 死在古林里 那么你们谁先来呢 你先来 不不不还是 我先来 这人我知道 他叫王虎 翠体八重 有黄极七平武魂 听说好多弟子 都死在他手里 好快 已经到两百步了 王虎果然有两下子 不愧是乱心古林 幸好我及时停下来 不错 勇气可嘉 这一百颗仙天丹 也算是奖励 你先收好 多谢师兄 竟然奖励一百颗仙天丹 我也来 还有我 竟然奖励一百颗仙天丹 我也来 还有我 他炸了 诸位不要惊慌 这也是考验的一环 凡有成绩者 皆有奖励 半个时辰 五十八名弟子 竟然死了八个 这古林太诡异了吧 秦南 睁那狗眼看看 本天才是怎么走的 我看好了 两百步 四百步 四百 五十步 狂击八匹五魂 清点 四百九十九步 很好 这三百颗仙天丹 奖赏给你 多谢师兄 楚月 萧朗 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们现在离开秦南 还来得及 萧云河 你少嚣张了 连五百步都没到 还敢这么洋洋得意 还是让我来给你们示范下 怎么走古竹林吧 黄龙 乱心古竹林比的可不是修为 而是武道之心 那就比比看 谁的武道之心更坚韧如何 我敢打赌 黄龙师兄必胜 未必 我看黄龙太霸道 武道之心 没有林子肖稳重 哇 这是我在大笔中 最期待的一幕了 双雄针锋 那我就出一千颗仙天丹 作为胜出者的奖励吧 多谢师兄 四步 五百步 六百步 好快 他们竟然已经走了七百步了 九十九步 他们好像停下来了 到极限了吗 极限 别忘了 他们还没有释放武囤呢 九百步 九百步 黄龙 终究还是我赢了 好 我宣布古竹林考核第一 是林子肖 各位可有意见 没有 那就多谢徐千师 什么 我有意见 秦南 秦南 区区翠起七重的弟子 你有意见 正是 我们还没进行考核 凭什么判定踏实第一 你的意思是 凭你可以超过林子肖了 我没听错吧 就凭你 也配合林师兄比 就是 以为杀个阴杀就了不起吗 大言不惭 别说超过林师兄 依我看 连四百步你都走不完 徐千师兄 或许我不辱林子肖 但规矩就是规矩 你 好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可别让我失望啊 秦师弟 秦南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得罪徐千呢 我看这秦南走不到三百步 就要暴体而亡 我出一千颗仙天丹 赌秦南最多走到三百步 我也来 我赌最多走三百五十步 我押三百步 五百颗仙天丹 精敢和我作对 我看你这次怎么死 秦南 难道你真能做到吗 好快 已经超过三百步了 他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不会不行了吧 这么快就不行了吗 目非虚弹上市 算我小看他了 亏他能走三百步 我还以为这秦南 有什么本事呢 就这 原来在记血袋呀 四百步 五百步 他竟然超过了 萧云河师兄 还没完呢 真是抱歉啊萧云河 让你失望了 我随便走走就走了六百步 不过六百步 有什么可得意的 有本事走到八百步试试 哼 八百步 七百步 七百五十步 八百步 真的走到了八百步 喂喂喂 我说 这秦南不会真能超过 林子香师兄吧 说不定 能走到八百步 那八百步又如何 九百步你绝对不可能做到 第九百步 可是绝对的天谦 要跨越那一步 需要承受成倍的压力 若非我的武魂能镇定心神 连我也做不到 他说的没错 哪怕我用黄洁九品武魂 依然无法迈出一步 是吗 那你可要看仔细 我是怎么跨过的 九百步 九百四十步 九百九十步 秦南他不会想登顶一千步吧 他不怕暴体而亡吗 玄灵宗历史上 从未有人登顶一千步 秦南他 九百九十九步 我之所以走上武道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地不能恕我 天不敢压我 我要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 永远记住我秦南 秦梓梦 先坐 先坐 花生什么事了 这道光 不会吧 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将会突破到脆体八重了 竟然真的有人 能达到一千步 不会吧 这家伙真的是秦南吗 这 这怎么可能 南 南哥 听说玄灵宗有史以来 还从来没有人能走到一千步 还被他真的做到了 秦南的武道之心 到底是有多强横 徐仙师兄 可以公布结果了吗 想不到这秦南 竟然有如此坚定的武道之心 必须重视才行 喂喂喂 我说 秦南走了一千步 那岂不是这次万象大比的第一名 根据考核规定 秦南成为此次考核第一名 获得二十枚青龙令 多谢徐师兄了 余下的奖励 等出去后便会发给你 秦南 秦南 青龙令给我交出来 看来林子霄终于要对秦南出手了 林子霄早就想动手了 我看秦南这下要惨喽 林子霄一出手 秦南必死无疑 没错 何况还有五十多位高手助阵 谁挡得住 秦南 秦南 十项得给我交出青龙令 否则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终于原形毕露了吗 既然如此 既然想动手 那你也就陪你好好玩玩 黄龙 你现在身负重伤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你还打算站秦南那边吗 身负重伤 别照样点压力 想死 今天我就成全你 黄龙兄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各位 能否先听我说一句 林子霄 你我的恩怨 没必要牵扯到别人了 这家伙什么意思 难道他想和林子霄单挑 林子霄 够胆的话 就来与我决一死战 这家伙真的不要灭了 他们察觉如此之大 还敢发起挑战 这秦南是不是疯啊 脆体八重 去挑战十重的超级天才 这 这跟着司有什么区别啊 秦南 依你的修为 我举手间便能杀你 何况林子霄师兄 秦师弟 千万别冲动 依你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林子霄的对手 放心 我有分寸 哈哈哈 跟我单挑 你这废物究竟哪里来的底气 林子霄 你不是一直都想弄死我吗 来吧 我给你机会 弄死我 青龙令就是你的了 好好好 既然你找死 从那我就找 找你 勇气和音圆满正尽 好可怕 才开始 就施展绝强一击 看来秦男再接能逃的呀 死吧 好恐怖的力量 不是说这个秦男是个废物吗 他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秦男区区脆啪虫境界 居然掌握了小城入微之境 哪怕是玄陵宗的超级天才 也要到先天境时 才能掌握的境界 秦男居然达到了传说中的入微之境 小入微之境 难怪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竟然是入微之境 秦男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没想到你竟然达到了入微之境 使我小看你了 怎么 这才开始 你就怕了 怕 秦男 你以为你能战胜我 才只是我一时大意 就凭你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来得好 尼紫小姐被秦男压制住了 这便是入微之境的力量吗 那个拉签 压制得如此狼背 你真是青蛇大毒 去死吧 恐怖的力量 这个威势 恐怕可以比肩半步先天 这便是林子霄的实力吗 太强了 糟糕 林子霄这招的威力 竟如此惊人 秦男绝会是对手 有危险了 秦男 你看到了吗 给我直接的杀剧 秦男这个天才就要陨落了 如果不是他太嚣张 必然能成为十大高手之首的 没办法 他这都是咎由自取 这一期之下 秦男是必死无疑了 看来胜负已分了 来得好 不愧是黄姬九品武魂的 最强一期 林子霄 现在的你 值得我施展出这一招 大宝 这 你施展的是什么武器 怎么可能将我最强的一期 都给我压下 林子霄可是身为超级天才的存在 竟然就如此被秦男打败了 秦男 你的战力 究竟达到了何重程度 林子霄居然败了 简直不敢相信啊 脆体八重的修为 居然秒杀了脆体十重的超级天才 我 我是不是在做梦 林子霄居然败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好恐怖的力量 只是脆体精的修饰 怎可能爆发这么强大的一击 你 你 你 还有你 还有这位 那一位 我记得 你们准备在万象岛对我进行追杀 我想问一句 你们还想杀我吗 我们只是一时冲动而已 没错 没错 误会 都是误会 萧云河 端木扬 你们呢 现在击杀我 只需要一招 朕 懦夫 你 好了 考核已结束 无谓的伤亡 就不必再有了 三日后出去 由长老公布最终结果 呦 轻雪 没想到你也来了 我正想问 我正想问 你觉得秦南师弟能在这次大笔中活下来吗 莫莉 莫莉 亏你还是长老之子 竟会说出这话 那秦南只有翠底五重 却犯了众怒 自然必死无疑 嘿嘿 杨长老啊 你有所不知 秦南师弟是清雪找来的 所以我才有此疑问 清雪 这秦南陷害同门 还当众顶撞我们 咆哮全场 如此之徒死有余辜 你不必往心里去 几位长老 这些废话 就不必多说了 要是秦南出了什么意外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莫莉 长老 现在距离他们出来还有点时间 不如 我们来赌秦南死了没 如何 哦 有意思 那我就来赌一把 不过既然要赌 就赌秦南被几招杀死 才更有挑战性 这个不错 凭那小子的修为 多赌三招 足以杀他 那我就赌他 为了一招斩杀 你们 各位长老 都很有贤清雅致嘛 在我面前 开我兄弟秦南的玩笑 是不是太看不起公毛了 你是 公 公羊 公羊 公羊师兄可是那门排名前十的强者 连他都来看万象大比了 公羊师兄误会了 我们只是在救世论事而已 公羊师兄 要是秦南出了意外 必然是死于莫莉之手 公羊师弟不必动怒 别伤了大家的和气 想不到区区秦南 竟然和公羊是兄弟 他们的矛盾我知道 你放心 秦南师弟不会死的 公羊和秦南才相识几日 为什么对秦南这么有信心 方才我听长老们 要以秦南开设赌局 不如我也和你们赌一赌 赌局还是算了吧 先前是我们失言 秦南还是有很大机会活下来的 的确 传诵朕是随机传诵 只要秦南赌一个月 就有机会活下来 我们还是赌一把 我赌秦南这次大比 定能进前五名 公羊师兄 这样不妥 放心 我有分寸 如何 各位敢不敢和公某一赌 若是不敢 还请为之前所言道歉 既然如此 那就来赌吧 我赌一万克五王丹 那我也赌一万克五王丹 赌秦南进不了前五 我身家不多 就赌五千克五王丹 我也赌五千克五王丹 赌秦南进不了前五 我赌三千克 清雪师妹要赌吗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奉陪到底 我赌四千克 秦南我相信你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押秦南无法进入前五的肚子 有七万五千克 那我就押七万一千克吧 七万克五王丹 公羊的身家 竟然比五大那门长老还丰厚 想不到公羊师兄 对秦南这么有信心 可惜 这次你要破财了 是啊 公羊师弟 这次恐怕得占你便宜了 哈哈哈哈 一万克五王丹 现在想想 还有点心惊肉跳 若秦南能进前五 我就是输了也不心疼 哼哼哼 看 他们出来了 好 好 秦 秦南 太好了 他没事 还真被他狗活下来了 算了 亮他也进不了前五 小云河 怎么回事 林子霄怎么没有出现在这儿 林 林 林师兄他 快说 林子霄哪儿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师兄他 他死了 什么 林子霄居然死了 怎么会 心惊弟子虫应该没有呢 难道是 谁 到底是谁杀了林子霄 一定是你 黄龙 不过是场鄙视 你为什么要杀他 哼 杀那种虚伪的家伙 只会脏了我的手 你说什么 徐谦 快汇报这次大笔 都有谁进了前五名吧 长老 这次的万象大笔 徐谦 你就直说吧 秦南近没进前五 公养用七万五千五王丹 赌秦南进前五名 七 七万五千颗五王丹 不错 我和其他长老 也押了七万五千颗五王丹 赌秦南没进前五 你快汇报大笔结果吧 这 这个 长老 这次大笔 只有四人获得了金龙令 因此 只有前四名 第四名是肖冷 获得一枚金龙令 第三名是楚运 获得两枚金龙令 黄龙获得三枚金龙令 未来第二 而这次大笔的第一名是 哎呀 第一是谁 你当时给我快说呀 获得第一名的是 秦南 共二十二枚青龙令 秦南 秦南 秦南获得了第一 这次万象大笔 秦南在乱心竹林中 走出了一千步 一千步 第一 真是不可思议 按我预想最多能进前四 没想到啊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好 真是太好了 恭喜诸位长老 又挖掘了一位天才弟子 只不过这五王丹 得麻烦你们赔给我了 是 怎么可能 林子修怎么可能放任秦南不管 开什么玩笑 徐切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杀死了林子修 我李师兄冷静些 你想知道 我直说就是 不必劳烦徐师兄 秦南 还是我来告诉他们 林子修是被我杀的 一招斩杀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一招斩杀 就凭你脆体八重的修为 你当我傻子吧 是这样吗 这是 九成入微之境 原来我一直都小看你 没想到你还能有这等天赋 在万象大笔里杀林子修的仇 我记下了 给我走着瞧吧 这种情况下 还能隐忍不放 茉莉日后必是我的大帝 诸位长老 茉莉已经交出丹药了 该轮到你们了 秦南 真是多亏了你 否则也赢不到这么多丹药呢 好 现在开始颁发 这次万象大笔的奖励 这九转金丹 在突破先天境后服用 方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按宗门规定 你踏出了一千步 你应有所奖励 这是一件储物袋 里面有十万颗先天丹 以示加奖 万象大笔到此结束 稍后会有长老带你们进内院 想不到宗门的奖励 居然这么丰厚 秦南 这次大笔 你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二位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随我来 好雅致的地方 这宅院是专门用来喝茶的 雅间受有禁止 不到五王境无法窥探 好了 这些话不用多说了 现在来分一下弹药 清雪师妹 你赢了八千五王丹 我就给你一万克好了 秦南 我能赢这么多弹药 都是你的功劳 这三万五王丹 是你的 三 三万克五王丹 这相当于三百万克先天丹 杨哥 多亏你信任我才赢来这么多 我只拿一万克就好了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吧 好了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你们慢慢聊 对了 蹲土珠我也用不上 还是还你吧 我担心你遇到危险 这蹲土珠 你就收着吧 你告诉我 你还有多少秘密呢 我哪有什么秘密 是吗 清雪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亲眼看到的 好 我等着 我得走了 最近接了任务 得离开一趟 这儿有禁止 你可以在这儿修炼 对了 玄灵松内 哪怕是外院也同样藏龙卧虎 收敛下你的脾气 一定一定 秦南 我在那门中等你 既然杨哥送了我这么多丹药 先来个三百克 好无反应 那多吞一些看看 已经吞了九千九百克先天丹了 竟然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竟然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培养战神之虎 果然还是需要巨大的财富啊 十道皇光 我成功了 镇定镇定 看这局势下全 我把药全吃了 应该就能冲刺玄机武幻 先天丹无法禁忌 看来只好动用五王丹了 先吃一颗试神 战神之魂 攻必取 战必胜 纵横驰骑 天下莫邪 不是 尺九令父 是什么 是 战神 战神之魂 发生了什么变化 战神之魂 那双瞳也化出来了 那我的战神之魂 是不是也获得了能力 这 这是 谁 谁在偷窥 之后这类镇法 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秦南少爷 你出关了 你怎么在这里 秦少爷 我听说你在这儿闭关 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 你放心 外院的事儿 我已经处理好了 这几天你一直守在这儿 是啊 刚才那群弟子不知怎么了 一个个不让大怒 吓我一跳呢 辛苦了 这一百科武王单 你收下吧 谢谢秦少爷 我听说啊 易宝殿开设了一场 外院弟子参加的拍卖会 你有兴趣吗 有点意思 走 正想换把宝刀 来得太及时了 想要进入易宝殿的 必须先登记 外门弟子只能进入第一层 内门 则能进第二层第三层 至于第四层 据说只对真传弟子开放 外门弟子啊 凡是收修炼珍宝和器材的 都会来这儿试一试 兄台 我这可是过真价实的南海珍珠 真的假的 假一赔十 那想跟我来时刻 两位爷 瞧一瞧看一看 这些宝物可都是从上古遗迹里得到的 绝对物超所值啊 山寻之铜 这都是些寻常之物嘛 这也能进外院拍卖会 嗯 这把剑倒是把利器 就是要价太贵 本来我有子龙赤牙令可以去三四楼看看 感觉没必要了 嗯 这株灵参 看可以 不能上手摸 先生 这灵参虽其貌不扬 却有股神秘力量 必是一件宝贝 这灵参我要了 一千颗仙天丹 一千 就你这株腐烂的灵参 你这是要抢啊你 爱买不买 一千颗就一千颗啊 我买了 齐南少爷 你买这烂参干嘛呀 他都已经腐烂了 根本没用啊 一时兴起嘛 反正也才十颗五王丹 齐南 你 就是齐南 你是谁 滚开 这里没你是 小子 本公子就是南宫二少 我看你不爽很久了 南宫二少 他居然是南宫城的弟弟 我听说此人向来嚣张跋扈 但没人敢惹他 南宫城 在外门弟子中排名第一 很受外门大长老的器重 哼 怎么样 现在求饶还不算晚 滚 你 你什么你 我才烂得管你是谁 你要是不爽我 就跟我去生死殿 少在这儿废话 你这家伙什么人 胆子也太大了吧 啊 啊 难道他不知道 他可是南宫城 嗯 哎 这人我好像有点眼熟 啊 对了 万象大皮的第一名 哼 我承认 我承认 武道修为本少不如你 但是本少 却能让你无法踏入拍卖会 实施大人 便是此人扰乱秩序 大人说该当如何 什么 还有这种人 我乃医保殿一层执事 你扰乱大地秩序 现在取消你参加拍卖会资格 哼 秦南 要不是你 楚运怎么会无视我 这都是你自找的 不愧是二少王 竟能使唤医保殿执事 秦南这次要倒霉了 执事 是吧 不好意思 我这儿有长老令 就凭你恐怕没有权利处置我 这 这 这块令牌 本职事件都没见过 随便一块令牌 就敢糊弄我 你不认识这块令牌 你竟敢夹造长老令牌 最佳一等 费人 把这个违逆之土给我拿下 这 这 这有点麻烦了 只好打完再麻烦善老帮忙了 怎么回事 什么事这么吵闹 张老 张老 这个秦南 他夹造长老令牌 触犯门规 我正要将他拿下 哦 还有这回事 张老 就是这块令牌 这是 你给我滚 身为执事 居然连这块令牌都不认识 给我滚 以后不许再踏入医宝殿 张 张老 张老息怒 我这就滚 这就滚 这是怎么回事 秦师弟 刚才那人其实是临时执事 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无妨 不过长老 这位南宫二少方才扰乱秩序 该如何处置 秦南你说什么 南宫二少是吧 你扰乱大殿秩序 从今以后 禁止踏入医宝殿半部 什么 好好好 秦南 今天这事我记住了 不报此仇 我就不是南宫二少 秦南少爷 这是您的令牌 您可以凭借着令牌 在排卖会上 免费挑选三件宝物 没人可以争夺 任意挑选三件 这块令牌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啊 多谢长老 另外 希望长老对我的身份 多多保密 当然 当然 秦南少爷 刚才 你拿出来的那块令牌 一个长老送的 可以任意出入医宝殿的每一层 什么 能任意出入医宝殿的每一层 秦南师兄背后 必定有某位大佬的支持 用随这样的人 以后肯定大有好处 快看啊 是南宫城 南宫城来了 他不是在闭关修炼吗 哎 南宫城都来了 看来这次拍卖会的好东西 是拍不到了 先探探底 黄姬九匹兽无魂 人气合一圆满境界 周围达到了半步九天 看起来比林子萧更为强寒 你就是秦南 这个秦南真是嚣张 居然连南宫城都敢无事 我弟弟一直以来都是目中无人 刚才多有得罪 请多多包涵 你让我弟弟 终生不得踏入医宝殿 虽然说是他自讨苦吃 但是 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一句 做人不要太嚣张 秦南少爷 没事 我们也进去吧 拍卖会快开始了 欢迎大家前来 本次拍卖会 正式开始 在下张老 专门主持这场拍卖会 现在 开始拍卖第一件宝物 什么 三半金莲 第一件宝物就是三半金莲 大手笔啊 好 这宝物 我势在必得 禁拍开始 提下一千颗先天丹 每次加价 不可低于五百颗先天丹 我出一千五 都别跟我抢 我出两千 我三千 没想到这三半金莲的价格 五千 六千 八千 八千 八千第一次 八千第二次 八千第三次 成交 三半金莲最终成交价 八千先天丹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 三大质宝之一 想必在场的各位 多半是为他而来 没错 就是七色花 不用了它 可以很容易突破 先天境一重 且要效 是三半金莲的三倍 起拍价 五千颗先天丹 我出六千先天丹 我出八千颗 五千颗 一万颗 那我出一万五 这株七色花 我出五万先天丹要了 希望各位师兄弟成全 不要跟在下争 这 既然南宫师兄 都这么说了 南宫师兄 确实比我们 更需要这七色花 对 哦 原来是南宫师弟 既然五万颗先天丹 无人竞价的话 那这株七色花 就归你 我要了 这位弟子 实在不好意思 你竞价已经迟了一步 这株七色花 已经属于南宫城了 我说了 我要了 那它就是属于我的 你 张老不必动怒 我倒是想看看 这位师弟 能开出多少价来 为什么要出价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看中了他 那他就是属于我的 哈哈哈 这位师弟 可真是幽默呢 你连出价都出不起 这话 还在这里狼子矮了 哈哈哈 什么 这株七色花 就属这位弟子了 什么 哈哈哈 这位 秦南师弟 树在下 有眼无珠 不知道您的身份 这七色花 既然您想要 那它就是您的 什么 张老 这是什么意思 拍卖会一直都是 架高者得 他凭什么一句话 就能免费得到 这是门派规定 好了 开始下一个宝物的拍卖 可恶 可恶 秦南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下面是本次拍卖会的 第二十件宝物 名为 龙咸香 焚烧时发出了一箱 能够助人突破五道境界 提价一万颗先天丹 出一万一千颗谁看呗 出一万五 一万八 那一道 要达成人情和医团们境界 就靠他了 两万五千颗 我出五万颗先天丹 无愧是南东师兄 大手笔 秦南师弟 这龙咸香 可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你不来争议着吗 师兄说得在理 既然如此 这龙咸香我要了 你要了 凭什么还想回拿 龙咸香归于秦南 开始下一件宝物拍卖 长老 你是不是搞错了 凭什么又归他了 好了 下一件宝物名为新陈剑 秦南 你给我挡仗 乃是去天外新陈之时 锻造而成 削铁如泥 秦南少爷 我们到时候 得多多小心这个南宫城啊 没事 他若来巡视 我自有办法应付 接下来 我们要拍卖最后一件宝物 七宗醉 接下来 我们要拍卖最后一件宝物 七宗醉 竟然是七宗醉 战神之童 这七把古刀弱点怪 彼此精英 像有这么千里一般 这七把刀 来历神秘 但它们完全不蓄于灵气 若是联合起来 威力更强 没想到 此次的外院拍卖会 居然会拿出如此珍宝 现在开始金牌 七宗醉 起价 五万颗仙天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一万颗仙天丹 把它给忘记了 秦南师弟 这件七宗醉 您是否要啊 我就不信 你还能免费拿到第三件宝物 我出十万仙天丹 嗯 这宝物正合我心意 我要了 本次拍卖会 最后一件宝物 归秦南 什么 秦南少爷 你真厉害 恭喜啊 我原是受冷风师兄所托 来禁购这套七宗醉的 没想到被你得去了 他很喜欢这套七宗醉 我想 他一定会在任务完成之后 去找你聊聊的 冷风师兄 怎么没料到他呢 这南宫城 是故意来陷害我们的 嗯 怎么了 冷风师兄是谁 冷风师兄 在 在内云弟子中排名前十 以信河手蜡著成 凡是得罪过他的人 都被他杀死了 秦南 接下来我还是劝你小心一点好 走吧 秦南少爷 你看后面 可算把这尊大佛送走了呀 多谢几位长老 下次拍卖会 请务必派人来通知我 我一定准时到场 秦南少爷 前面两座山峰 就是内院和外院的住处 专门给外门弟子住的 都划分了等级 划分等级 这有什么用 举个例子来说 第一院落的灵气 是第五院落的五倍 是第十院落的十倍 超距极大 秦南少爷 您在外院弟子中排名第五 因此住在外院封的第五院落 若是您的排名不断上升 住的院落也会改变 南宫城如今就住在第一院落 黄龙 萧冷 还有楚运他们三个人的院落 在哪儿 黄龙第二 楚运第十一 萧冷第十一 他们现在不在 应该是去历练了吧 到了 秦南少爷 这里就是您的院落 哇 好浓郁的灵气 第五院落就这样 那第一月落灵气得到啥地步 果然是排名越高 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大 秦南少爷 那我先离开了 好 白横 这一路上辛苦你了 啊 没什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太好了 这次又和秦南少爷的关系 拉近了不少呢 这次收获真不少 没想到仅凭个令牌 就白嫖到三件宝物 发达的发达了 其他的宝物功效都已知晓了 只是这株古身是什么 嗯 真的是参不透了 以我战神之同观察 这里面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得想办法唤醒它 一探究竟 有了 神兵力气 天地灵物 需用鲜血炼花 试试看 怎么回事儿 这 这是 我的七色花 龙贤香 雄轩金丹 八千多颗火丹 全被吞了 你 找死 把我的东西还来 有声音 怎么回事儿 战神之同 里面 竟然有一个人 哼 看什么看 本公主现在能量不足 就要进入沉睡了 快点帮我去收集灵丹妙药去 你这什么语气 还帮你收集灵丹妙药 我修你妹啊 这事在干什么 练功吗 这动静太大了吧 领人住的是谁啊 听说是叫秦楠 这次万象大笔的第一名 难怪练功动静都这么大 动静 秦楠 先让你得意一阵子 早晚让你知道我的手段 可恶 这种无力感 还是第一次碰到 等你从古神里出来 再好好收拾你 来 外远风流异果然充沛 十天苦休 便让我踏入了脆体九重的境界 对付南弓城问题不大 只不过 他掌握的力量 要超出脆体十重太多 都怪那古神 说我宝我还在 必能突破到脆体十重 还是继续修炼吧 所有弟子全部出关 一个时辰后外院练五场 内院弟子前来讲课 讲课 还不如好好修炼 如若不来 出发一万克先天丹 听说了没 这次来讲课的是力红师姐 哇 他可是有着黄金九品五魂 内院排名前十的存在 看来这次能学到不少东西了 所有人都给我安静 接下来谁敢吵闹 就接我一枪 今天我来 既不教修行 也不教武技 而是告诉你们 世界有多大 谁要是敢走神 是我一枪 这位力红师姐 倒是有点意思 修为先天境六宠 还掌握了小城入围界 苍蓝大陆分为上语和下语 上语奇遇无穷 强者无数 下语贫瘠 犹如荒郊 我们玄陵宗 就属于下语 在下语中 百国伶俐 更有五百多个宗门 这些宗门 与我们玄陵宗 都是一个级别 宗门之上十三大圣地 所有宗门 都归他们管辖 他们便是下语 最顶尖的修真门派 这位弟子 你来说说 武道分几个境界 武道一土分为 翠体境 先天境 武王 武宗 武皇 武尊 武祖 武帝 直到武神境 共十级 没错 每级又分十宠 我们的宗主便达到了武宗境的巅峰 你们要清楚 进入玄陵宗只是开始 要认清自己的定位 你说得不错 这令牌送你 以后随时可以到内院来找我 接着 可恶 这么简单的问题 换我我也会啊 行什么把令牌给他 厉姐说得很对 玄陵宗不过是刚起步的地方 我要努力变强 秦南 你给我站住 上次你在医宝殿坑我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我不是好惹的 妈呀 这不是恶霸巫虎吗 这家伙是谁啊 怎么得罪了他们 他是万象大笔的第一名 他越级斩杀了超级天才林子霄呢 那又如何 巫虎联合起来 他必输无疑 改天吧 今天没空 你怕了吧 是不是 被我们盯上了还想离开 把身上所有的丹药交出来 否则 丹药我是没有 拳头我倒多的是 没想到 你真掌握了小城入围之境 但是我们五个人联合起来 照样碾压你 结阵 玄关五行阵 这阵法 除非仙天阵以上的修为 否则 不可能被破的 哼 秦南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得罪我的下场 是吗 说死吧 一起上 玄关五行阵 被破掉了 发生什么了 他怎么做到的 你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破进 玄关五行阵 秦南 你想干什么 你乱来 会不会犯门规的 原本 我只是过来听课 你们却一再纠缠 甚至还想抢我丹药 等 等一下 这是误会 把你们的丹药全部拿出来 还有你 南宫 秦南大爷 这些带药全都给你 只求你打我的时候 别打脸啊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不是说好不打脸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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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赚到了 不仅获得了师姐的令牌 还有送上门的丹药 上次被你坑了 这次 绝不会让你吞噬我的丹药 我的丹药被吸收了 给我住手 我跟你拼了 竟敢挑衅本公主啊 快去找丹药 否则 等着挨揍吧 存了我这么多 还找 真等自己是公主了 破花碎罗斩 南哥我们回来了 你 回头再跟你算账 南哥 不错 你们两个不久后 就能进前十了 南哥身上的气息 竟然是脆铁九重 没想到还是比不过南哥呀 好了 你还需要更加努力啊 这次历历 我也收获不小 南哥 我一直把你当做目标的 好了 我们来这儿 有更重要的事呢 请师弟 这次的外院考核 就快开始了 你参加吗 外院考核 那是什么 就是三个月一次的考核 前五名有奖励 也是外院最后的 最终排名 奖励 外院考核还有十天 黄龙师兄闭关前 托我告诉你 希望在考核时 和你一决胜负 黄龙 好 我参加 大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你是说 这都是秦男做的 人头担保 好一个秦男 这次外院考核 你给我等着 脆体石筹 突破 凭我的实力 对上南宫城和黄龙 我能否问帝 就会有很大的变数 都是这破身 如果七色花龙仙香 九转金丹没被吞 我至少半步先天吧 哼 看什么看 本公主吞服你一点丹药 乃是你的容项 既然你是我的仆人 本公主不会让你吃亏的 现在给你点好处 这是一滴太古灵液 快练花 太古灵液 那是 好恐怖的能量 不管了 先电话 我竟然达到了仙天将 这太古灵液 竟然如此强大 哼 这灵深 我也没那么考虑 明天就是外院考核了 我得赶紧掌握这力量 好大的排场 目前看来 大家的实力 至少在脆体其中一伤 南宫城呢 这家伙 果然突破了仙天境 有点意思 南哥 怎么样 有信心注尽我第五月落吗 有点难度 南宫城 黄龙 墨子山 南宫城 黄龙 墨子山 修为都顺不可测 遇上这三个人必然落败 另外还有第四的徐悠 而且要是遇到你的话 那更不用说了 全场六百多弟子 哪有那么容易遇到我 开始考核 考核分为两关 先宣布本次考核的奖励 再说考核内容 第五 一万颗仙天丹 第四 两万 第三 三万 第二 五万 第一 十万 以及一枚冲王丹 什么 冲王丹 不用此丹 达到五王镜的机会 能增加一半 肃镜 不仅如此 前五名 将参加今年的五元阁 居然是五元阁 这次我无论如何 拼了命也要进入前五 五元阁两年一次 传闻会获得巨大的机缘 供阳师兄进去过 一天之内 修为暴掌足足三个境界 三个境界 这五元阁竟如此厉害 难怪全场弟子如此疯狂 五元阁我必须去 第一我也要了 下面宣布第一关考核 非常简单 名为文草看丹 各有五十份灵药和丹药 你们需写出灵药的特性 看出丹药的进制 每人一次机会 怎么会考这个 该死 大长老是高阶炼丹师 他的徒弟南宫成 必然也会 这根本就是给南宫成准备的 太无耻了 太不公平了 陆京 谁再说废话 就逐出本次考核 现在开始考核 完成 为了让南宫成得第一 第一关竟然是文草炼丹 真是可恶 下一个 来 我来试试看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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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大长老为南宫成 准备这场考核 却没想到 我拥有战神之铜 好快的速度 不过想必这小子也不懂 只是在胡血一通罢了 君师弟 这么短时间就分辨出来了 看来你的炼丹造诣 天下无双 真令师兄佩服 过奖过奖 这次夺走了师兄的第一 在下心里有愧 师弟如此自信 不如我们赌一场 你赢了 我给你十万颗仙天丹 若输了 就将你手中的七宗罪交出来 如何 既然师兄要送我十万颗仙天丹 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秦南居然答应了 这也太嚣张了 竟然敢公然跟南宫成就吧 后生可畏 既然你认定能战胜老夫的徒儿 那老夫也来参加这场赌局 我出四十万颗仙天丹 押南宫成羽 秦南 你可敢接 四 四十万仙天丹 这大杜绝 秦南还敢接吗 大长老 四十万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做抵押 不如 您出二十万颗 如何 不必 就四十万 你赢了 归你 你输了 只要你在这儿练武场上 跪上十天十夜 敢接吗 这完全是毕书的局 难怪你千万不能接啊 这赌局 我跟你们赌 好 那就看看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能战胜我徒弟 现在开始 审阅考卷 本词考核总一百分 获得三十以上 进入下一轮 前五名的分数 可叠加在下一轮 罗安 三十分 楚玉 七十二分 肖朗五十三分 王自韬二十三分 哦 这一份考卷 是南宫城的 来了 到南宫城了 南宫城此次获得的分数是 九十九分 暂列第一 这成绩 什么叫 本来就是单师 南宫城 恭喜啊 南宫城 必然是此官的榜首了 真是后生可畏啊 是啊 哪怕老夫也未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倒要看看 你小子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哦 这份是秦南的 完了 这考核就是给南宫城准备的 南哥怎么比得过呀 秦南的分数 也是九十九分 与南宫城并列第一 是吧 这怎么可能 那个秦南是一名 神藏不入的炼丹师 天呐 秦南居然九十九分 太强了 不快是秦南 嗯 这下大长老和南宫城要骂娘了 半路杀出了个秦南 呵 没想到 你居然能与我并列第一 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 你居然能与我并列第一 真是小看你了 既然你们两个成绩一样 那么之前与你许下的赌局 就算是平局 慢 我有意义 意义 你有什么意义 我对我的成绩有所意义 我应该是一百分 而不是九十九分 什么 对自己的成绩有意义 都九十九了 还有什么不满的 这一笔装得有点大呀 胡闹 简直胡闹 每一份考卷都经过认真核对 怎么会错 我并没有质疑考卷审核 我只是想说 最后议题的答案 是错的 而我的答案 才是正确的 秦南 你别太过分了 你是什么东西 敢质疑我师尊 不知道大长老 愿意给我个机会 让我修正这题的答案 既然如此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看看哪里错了 若你今天无法证明 那么 刑堂受罚 这要是进了刑法殿 可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这秦南姐只有病 九十九分还不满足 全场五十枚弹药 都被大长老你用特殊的手法 留下了一些禁止 如果没记错 前面四十九枚 最多留了三道 而这枚 留有五道对吧 你说的没错 没想到他竟能全部看透 但是你是否想过 禁止一旦加多了 会影响整颗要性 使其一半变成了废丹 秦南 我看你是活逆了 我师尊是高级炼丹师 怎么可能一半是废丹 狂口小儿 证据呢 竟敢说老夫炼制的是废丹 是吗 这 长老 如您所见 这是一颗半废丹 而我考卷上写着 半废丹 这 我去厉害呀 这才叫天才啊 扭转乾坤 秦南的炼丹造诣 连南宫城都望尘莫及 莫非 已经到了高级炼丹师了吗 你 这 对不起 这场比赛 现在只有我 才是第一 大长老 您看这 这龙凤丹 确实如秦南所说 有一半是废丹 所以这场比赛 秦南是第一 那么大长老 现在 是否可以兑现之前的赌约了 本来只想赢二十万颗 但长老非要送四十万 那在下只能接受了 这里是两千枚五王丹 拿去 拿去 多谢南宫师兄了 当初说了偏不听 这丹药啊真好赚 今日考核暂且结束 第二关推迟到明天 秦南师兄 你太棒了 不知能否收我为徒 秦南师兄 难道你是高级炼丹师啊 绝对是啊 你太棒了 师父在上 请说徒儿一拜 你太棒了 岂有此理 秦南竟害我如此丢脸 我要他死 我一定要他死 死子绝对不能留 但暂时也不能死 不过他身边的朋友 却可以动到第二关 他要是还不听话 这个东西你留着 秦南 你就算再逆天 也必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想必你感受到了我身上的丹药 商量下 咱们合作怎么样 我的仆人 你想怎么合作 这五王丹 我给你两千 希望你给我三敌太鼓灵眼 哼 是一心妄想 滚 你要欺人太善 我就欺你 你又能如何 这是 什么 这次真诚与你交易 若还偷我丹药 我后不来了 好 本公主答应你 哼 合作愉快 不知道这三敌太鼓灵眼 能让我达到何主程度 她的五魂 感觉不可冒犯 这家伙 算了 反正不寻常 也只能是本公主的仆人 就让本公主看看 你能成长到什么地步吧 明明真气难度 超越了仙殿下 但是我的修为 只有翠地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算了 先不想了 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第二场考核要开始了 第二关为擂台赛 本场比赛随机安排对手 只有连胜十场 才能够晋级 现在有七长老主持本场考核 现在开始第一场比赛 由十一号对八十三号 五号对十二号 消冷 南哥 速速开始战斗 不要浪费时间 为人说 南哥 你一定要拿到第一 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 由二十八号对七十七号 六十五号对四百号 五号对九号 这 我认输 琴师弟 看来是有人想打压你 我和消冷都支持你 我猜到了 第五场 五号对十二号 秦南对消冷 我认输 第七场 五号对九号 秦南对主运 我认输 如此卑鄙 如此卑鄙 我倒要看看 你们是否能阻挡得了我 第十二场 十二号对四号 十二号出局 第十五场 九号对二号 九号出局 是不是针对秦南嘛 十在口误 快多分了 大长老明摆着利用权势 打压秦南 秦南你赢九场了 可惜了你那两个朋友 赛场碰到你 我必废了你 还想废了我 废我之前 你就先被别人给废了 第二十场 九号对六号 五号对三号 三号 三号 三号是 墨子山师兄 这是规定 有意义 大可站我面前来说 否则别废话 秦南 你值得我认真与你一战 但是今天的事 反而我更想看你一路直上 挑战南宫城 什么 多谢 墨子山 看来某人的如意算盘 要落空了 第二场比赛 一号对八号 二号对十三号 三号对二十号 四号对五号 无耻至极 秦南立马安排第四名的徐佑与秦南打 秦南 我可不呼你让路 九阳师兄大名 今日有幸一战 判在你们破开悬果五行阵 吊打五虎的份上 我甘拜下风 来日再战啊 可恶 竟然五阵而上 岂有此理 好 黄龙师兄 这回是你了吗 别来无恙啊 秦南老弟 黄龙 这对决哪怕你不为我让路 我一样能直接挑战南宫城 秦南 你的意思是 我输定了 终于要打了吗 现在来看 光龙怕不会直接认输 真是我火 闭关一个月 还不是你的对手 这比赛 我认输 看来这家伙五魂血剑 能感受到我体内的气息啊 比赛最后阶段 下面进行双强对战 秦南东城 秦南 登上擂台 秦南 你就是个老爷 能走到现在 运气好罢了 哦 是吗 等快你就会看到 你和天才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嗯 是力虹师姐 他居然来了 上次力虹师姐来讲课的时候 给了秦南一枚令牌 这次显然是来声援他的 莫力 他也来了 他可是内门三长老之子啊 这场激战肯定很精彩啊 莫力师侄 好久不见 原来是莫力师弟 没想到你也来了 莫师弟看好谁啊 几位长老 我此次前来 是来支持南宫城的 依我看 秦南必败 莫力师弟很有自信啊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 我兄弟秦南赢定了 你们若是不服 大可与我来赌一场 就算你和公阳是兄弟 今天这场比赛 还是我南宫城影 仙天井 南宫城不想进入五元阁了 该死 南哥跟他差了一个境界 完全打不过呀 公阳师兄 虽然我不敢跟你赌 但是此次比赛 一定是南宫影 秦南 秦南就让你看看 你跟我之间的差距 死 死吧 什么 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居然被秦南 打了一巴掌 秦南 你长死 死 死吧 伤了你 秦南师兄好厉害 仙天井一重的力量好强啊 谁让他们试图操纵比赛的 我该 南宫城 赶紧拿出底牌干掉他 这家伙修炼太古武修 他犯规了 秦南 是你逼我的 你今天必须死 我将是你自找的 大长老 南宫服用了封魔丹 违反了公平 公不公平 本长老说了算 什么人啊这是 一对师徒 不要脸 滚下去 南宫城没有资格散散 今天就让你看看 你得罪我的下场 不好 南宫城只是要下死手了 好啊 最好管他给我杀了 啊 这怎么可能 你 这绝对不可能打 你 啊 南宫城居然一招就击败了服用了封魔丹的南宫城 秦南的实力 难道已经达到了仙天境三创 南宫城 输了 这秦南只有黄金八瓶武魂 他凭什么 简直是大快人心啊 秦南师兄天下第一 什么南宫城 见鬼去吧 太爽了 秦南 真没想到 你体内的那股力量 竟然已经堪比仙天三创 都给我闭嘴 这场比赛 有效作罢 秦南 我怀疑你服用了某种禁要 本长老 代表玄灵宗 定要将你驱逐 大长老 这么多人看着 你这么说话真的问心无愧吗 东阳 你是内门弟子 外门弟子的事物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其他弟子 若是想跟着秦南一起闹 那你们就是帮凶 是非对错 请刑罚殿来主持公道 至于其他弟子 若是想跟着秦南一起闹 那你们就是帮凶 是非对错 请刑罚殿来主持公道 这都捆不住气息 刑罚殿 是他们 完了完了 大长老把他们传回来了 在下刑罚殿副殿中 成彪大师兄 你将我传来 所谓何事 此子只有先天境一宠 居然能越级打败南宫城 实在令人怀疑 此人肯定是吃了某种禁药 请副殿主剥夺此人身份 逐出门派 外门大长老所言属实 秦南违反规则 即刻逐出门派 就这么定罪了 这也太不公平了 嘘 小点声 赵副殿主 难道先天境一宠的太古武修 就不能击败先天境二宠吗 嘿嘿嘿 公阳师弟 这件事与你无关 我们刑罚殿只是秉公执法 既然赵副殿主执意如此 我也就不劝了 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区区一个外门弟子罢了 兼职荒谬 要驱逐秦南 就把我们俩一起驱逐吧 还有我 果然你们几个都是帮凶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被看 等等 我有话说 好一个狼狈为奸 想把我赶出租门就算了 还随意给不相干的人定罪 秦南 只要你被赶出了玄灵宗 第一名 还是我 赵副殿主 大长老暗中操控比赛 你充耳不闻 却只将我们驱逐玄灵宗 这就是你们做事的方法 你凭什么当着刑罚殿的副殿主 一个外门弟子 居然敢质问我 可执法长老听令 立刻将此子斩首 是 给我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杀我 什么狗屁令牌 自龙之牙令被打碎了 被打碎了 对了 各大长老 此次屡犯门规 还妄图偷袭本殿主 速速擒来将他千刀万垮 杀 秦南要要死 又怎么样 本长老让你死 依旧得死 住手 供养你好大的胆子 敢阻碍刑罚殿执行任务 给我让开 秦南 拿命来 到此为止了吗 这下完了 秦南胆子太大了 太狂妄了 唉 秦南肯定会被打死的 住手 给我住手 好强的气场 这人的实力肯定在五王之上 来者何人 敢打扰刑罚殿执行任 是不是 是我 殿 殿主 竟然是刑罚殿的殿主 他怎么会亲自叫你 又有人来了 他是功法殿殿主 一年前 就是他主持的动伦大会 我也见过他 刚来一个 现在又来了一个 这又是出啥事了 怎么两大殿主都来了 两大殿主都来了 难道宋门出了什么大事 这 四位殿主都来了 今天怎么回事 四位殿主怎么都来了 今天的场面太盛大了 这比宋门大会还要热闹 小 小的拜见四位殿主 不知四位今天来这儿 有什么吩咐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还要你亲自动手 禁 禀告殿主 有个外 外院弟子 话都说不清楚 滚一遍去 你来说 有位弟子在此次考核中 不但违反规定 还不用禁要 还与赵副殿主 起了争执 等四位长老离开后 他收拾你秦南也不迟 天来如此 你们谁是秦南 怎么回事 在下秦南 拜见四位殿主 秦南 你就是那位在练武场上 引动了紫色光芒的那位吧 能得殿主耳闻 是我的荣幸 秦南 今日我们四位前来 就是为你主持公道的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小子费这么大 这小子费这么大 好 那我就来先谈一谈大长老 你为了让你徒弟南攻城夺冠 在第一场中就强行干预 把比试变成了文草看丹 你本身精通丹药 你做这一切 难道不是另有图毛 是 是 你还故意安排我的朋友来跟我打 甚至是排名前级的高手来 好 请有此事 只不过他没想到 我会一路晋级 还会跟他的徒弟最后一决胜负 我打败了南攻城 却说我服用禁药 还有将我驱逐 甚至换来了赵福殿主 赵福殿主不分是非 也要驱逐我 我反问你一句 却又将我当场处死 四位殿主 我已经说完了 不知你们又如何处置他们二人 真是胆大妄为 本殿主罚你们两个禁闭五年 有得出事 还好啊 看来秦南和四位殿主 关系一般嘛 我不同意 他们二人狼狈为奸 唯恐宗门不乱 齐邪亲信 甚至 还想将我们驱打成招 甚至 还打碎了子龙赤牙令 什么 什么 你们两个畜生 是不是不想活了 这些人 我都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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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太上长老 你们两个真是目中无人 敢挑衅善老的威严 爹 爹 爹主 我 我 那个 是你大爷的 看上长老的令牌你都敢摔碎 谁教你这么做事的 爹 主 饶命 即日起 剥夺你们二人当前职位 押入刑罚殿中 囚禁百年 徐尊 还有他俩 南宫城和茉莉也参与其中 还有那几位执法长老 南宫城 茉莉 剥夺身份 囚禁十年 你们几个 共同管押 囚禁三十年 小子 这个结果你应该满意了吧 多谢殿主 只是 我这两位朋友 因大长老的缘故 没有取得名次 还望 行行 让你这两位朋友 摆入我的门下 可以了吧 多谢殿主 随见 楚云 萧朗 你们因为我遭到了暗算 我只能帮你们争取到这些了 没事南哥 这已经足够了 是啊 那可是刑罚殿殿主 败胎为师 可比什么排名好多了 我靠 秦南师兄 您简直太帅了 秦南师兄 厉害呀 理错大长老 解气 秦南师兄天下第一 本长老宣布 此次考核 秦南 获得第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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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各位 在本次考核中脱颖而出 朕在本长老 暂时接管大长老职位 颁发考核奖励 这冲王丹 古人民不虚传 难怪南光城 费尽心思都想得到 秦南 黄龙 莫子山 徐幽 大虎 你们距离前往五元阁 还有十天的时间 这十天内 不能突破先天境 不然在五元阁内 不能获得其中最大的造化 小冷楚运 弥补你们前往医宝殿第一层 任意选一间医宝 多谢二长老 多谢二长老 太好了 都回去吧 十天后在五场上会合 到时那门长老 会领你们前往五元阁 告辞 告辞 等一下 这次多谢你们 以后若需要我帮忙 你们千万别跟我客气 不必客气 我非常欣赏你 要不是打不过你 我才不主动让刀呢 秦南师兄 我给你道歉 我们五股 之前找过你麻烦 以后师兄有何吩咐 尽管说 你们五个 别再主动惹事就行 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是是是 一定一定 后来后来 外院弟子秦南 一席第一 我的天 这个秦南是什么人啊 是啊 竟然能让四大殿主清临 为他讨回公道 凭借黄鸡八品 击败先天境二重 真的假的 有意思 居然有子龙赤牙令 没记错的话 这秦南 和我的小女友关系还不错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得先给他一点小小的叫醒了 带了这么多丹药 还有一颗冲王丹 万一一进门被他吞了怎么办 如今这太古真器 如果没这破身 必然无法继续修行 破身 我是来谈条件的 等 等一下 我的大医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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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一颗都没了 这是 这难道是灵药化形 哼 作为本公主的仆人 竟然像个傻子一样 实在是失望 你 到底是谁 我就是你的master 妙妙公主 妙妙 公主 我管你是什么 从带你回来 你吞了我多少灵药 给我还回来 别逼我出手 作为我的仆人 你所有的一切 自然都是本公主的 你想多了吗 你 好恐怖的力量 我的仆人 不要太调皮 刚才那一下 就当是略施教训 这妙妙公主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武宗教 不然 说你再敢窥视本公主 那就别怪本公主 对你不客气 妙妙公主 你像丹药还我 以后我们两千 得罪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说不是血气 本公主早走了 至于丹药 那是你的职责 念你出饭 本公主就原谅你了 炫 炫姬 那我岂不是一辈子和她 绑一起 我告诉你 别欺人太甚 蛤 蛤蛤黄鸡食品 我倒要看看有何炫妙 告诉你 你别欺人太甚 蛤蛤黄鸡食品 我倒要看看有何炫妙 啊 啊 到底是什么武魂 为何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不要以为 我真的会认你欺凌 切 本公主承认 你的武魂很强大 既然你身为本公主的仆人 自然不会白拿你的 本公主赏你二十滴太古灵液吧 二十滴太古灵液 岂不至少达到仙天晶三重 想要二十滴太古灵液 首先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条件很简单 因血气缘故 十年内 你我不可分开 第一 不得透露我的身份 第二 我会拿足够的好处 换取你的丹药 第三 身为仆人 你需要优先完成我的要求 答应这些 我就给你太古灵液 啊 只有这些 什么 嫌少 我很乐意在家 成交 接着 多谢妙妙公主 不错不错 小男子 以后本公主照你了 妙妙公主的修为堪比善老 有她在身边 岂不是多了一个保命底牌 功法殿还要走多久呀 快了快了 这次考核我能脱险 多亏了善老 而且我体内的太古真气 也要找善老了解一下 最重要的是 突然出现一个这么强的家伙 得给他一个身份才行 到了 就是这里了 秦南 秦南 你终于舍得来了 老头子我等你好久了 败先生了 你怎么还带了个小丫头过来 老头 说谁是小丫头呢 今天你要不配个几十万仙天单 本公主绝不轻饶你 小丫头 说话注意分寸 注意分寸 本公主说话 从来不注意分寸 这孩子的修为竟然如此恐怖 光气息就在我之上 秦南小友 这位小丫 公主到底是什么人 她是我们秦家的恩人 秦后打算在玄令宗住下 所以能不能这个 谁是你这恩人呢 别乱动 我这帮你走后门呢 没问题 我可以赠予荣誉长老的身份 向最高的待遇 公主意下如何 嘿呀 老头 你太可爱了 来来来 再教一身公主 当荣誉长老可以 不过这是什么级别啊 每月能拿多少丹药 仅次于我和宗主 每月十万颗五王丹 十万颗 还是五王丹 老头很会办事嘛 以后 本公主就是你们宗的 荣誉长老了 什么都不用做 只有十万颗五王丹 秦南 这没心灵牌 可别再弄坏了 对了 你的五魂是什么等级 为何能越级击败南宫城呢 多谢小老 我的等级 是我暂时还不能说 能击败南宫 主要是凭我体内的太古真气 哦 原来是太古真气 那你现在 算是太古午休了 你的境界 会一直维持在半步仙天 直到真气 达到仙天十重 再冲击五王境 因此 你的冲击难度 会是常人的三倍 这可不是一条好走的道啊 秦南 你要有心理准备 是 纵然再见了 但那时 我的战神之魂 也会禁忌成玄机五魂吗 功法殿三层 未经允许 不得擅闯 你 你是 里面请 想在里面待多久都没问题 即日起 功法殿第三层关闭 综闻弟子 一律不得入内 你看 终于 又来到第三层了 距离前往五元阁 还有十天 我得抓紧时间了 哎 听说了吗 内院的同长老 几天前被一个小女孩打劫了 人到现在还没醒 这算什么 就昨天 刑法殿主刚出家门就被抢了 一颗丹药都没剩下 这小女孩什么来头啊 打还打不过 跑还跑不掉 该看的书 差不多都看完了 剩下的两天 不如炼化一下七宗罪 七宗罪虽然只是灵气 但也一股强大的灵力 若唤醒 我若于后天之气 我以为血入乾坤 武器三清 化精魂 若七宗罪觉醒 主杀法大阵 比一般的后天之气更强大 就看血液纪律 能否让兵器与我自身合为一体 来了 区区几道负面意志 蛮敢找我 给我练 听电话了 以后 你们就陪我征战 若有机会 我定让你们重现威能 差不多得前往练武场 五元阁啊 我没了 真厉害 真是 真是 秦南 去哪儿 秦南好帅啊 光看外表就感觉非同凡响 不愧是月姬击败先天二城的男人 去 至少啊 速进 我乃内门三长老莫晴 此次带领你们五人 前往五元阁 你就是秦南 你就是秦南 我对你 是非常感兴趣啊 不知长老找我何事 这老家伙说话阴阳怪气的 还姓墨 该不会 我儿茉莉 被你害得灌入刑罚殿十年 这事儿 你应该还记得吧 茉莉受罚 与我不关 哼 本长老不如你多做纠缠 不过 听说你是太古武修 再前往五元阁前 就让我来 教你如何使用武器吧 这莫晴居然一上来 就直接对秦南出手 这都无法躲开 反应太慢了 要多取猎才行 莫晴 今天你若不杀我 就等着我的复仇吧 复仇 我看你分明已经走火入魔了 不过 看在太上长老的份上 不是废掉你的丹田 来你重塑丹田 再老实修炼 有种 你就来啊 什么人 竟敢偷袭本长老 竟然欺负本公主的仆人 你是不是活腻了 小女孩 这是我的事 和你没关系 我自己解决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给我回去 本长老就不与你计较 是吗 哼 是吗 怎 怎么可能 居然爆发出物纵镜的威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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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给本公主 停嘴 这 快来快来快来 莫长老输 输了 你看 你居然敢打本长老 我跟你没什么 你这老东西 好大的胆子 连本公主的人都敢打 这个蛮横霸道的妙妙公主 居然会来为我出头 知道错了没 我说了 巧哭拉拉开恩 放过我吧 叫公主 公主 公主 公主放过我 放过我 还算十下 身上有丹药吧 借给本公主用用 以后还给你 给 告诉你 秦男是本公主的人 感动他 本公主 尚以后悔终伤 是是是 妙妙公主 当然了 说是支付足够的灵药 秦男随便怎么欺负 秦师兄太强了 不愧是我的偶像 高人就在我身边 秦男师兄 不愧是被太上长老气中的人啊 这次多谢你了 去去去 不要烦我 果然这家伙眼里只有丹药 有人来了 这气息 竟然比墨青还强 刚才出了些意外 现在由我带你们五人 去五元殿 又有好玩儿的了 走吧 秋山藏有无数妖兽 财富与奇遇 故吸引散修五者前来 寻觅积遇 去五元殿开启还有五天 这五天内 你们可以自由活动 但是记住 遇到散修或是妖兽 尽量不要与对方发生争斗 这令牌 你都拿着 天火 如有危险 立刻捏碎 我会全力赶去 五天 与其进去探险 还不如好好修炼来得稳妥 秦男 有一件事情 本公主要与你合作 什么事情 你按照地图前往 将东西都搜刮了 当然了 东西都归我 这地图你都有 哪来的 那里有什么东西 这你别管 里面大概有八十株天青花 一株 也就值一千颗五王丹吧 什么 那岂不是八万五王丹 这么贵重的东西 肯定很危险 我去的话 得分我一半才行 本公主救了你一次 愿以为你是重情义的人 急过去 停停停停 我去还不行吗 这才像本公主的仆人嘛 对我对你触手相助这么感动 对了 你我之间有血史相连 不能离开百里 我去取花 那你去哪儿 我嘛 自由打算 按地图看 只剩五公里的路程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快去看看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极富济贫了 救命啊 小妞 就算你是亲女宗的人 到这儿也不好使 我们秋山三煞 向来欲难劫财 欲语劫色 清女宗和玄灵宗来往密切 客来 不能坐视不理了 不止 我好心帮你们 你们却害我 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碰我 想死 想看大爷我同不同意 难道今天 要陨落一次吗 给我出手 三个打一个 还要脸吗 我当谁呢 结果就一个半步行天际的废物 大哥哥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走吧 希望 你将消息告诉我师姐 让他替我报仇 大哥哥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走吧 希望 你将消息告诉我师姐 你将消息告诉我师姐 让他替我报仇 傻子 想死 我们成全 啊 啊 什么 啊 老大 你在开玩笑吗 秒杀 这家伙不是才半步行天吗 快跑 大哥哥 大哥哥 多谢你 今天要是没有你 恐怕我就 大哥哥 下次遇到你 我一定报答你对我的恩情 啊 终于到了 这就是地图上标识的地方 啊 石洞里还有妖兽的气息 应该达到了先天境三丑 堪称初级妖兽巅峰了 不过凭我的真气厚度 区区初级妖兽 大可一战 啊 原来这石洞里传来的风声 是这尊妖兽的呼吸 哼 正好拿你试试 这刚觉醒的七宗罪 能发挥出多少威力 寸八步 属性的龙甲 竟然连我小成入围境的刀意都破不开 不能再拖下去来 必须找到他的弱点 是战神之童 找到了 战神之魂 给我释放 惊天一刀 使命一击 跑了 算你识相 刚那下动静不小 得抓紧了 这是 天津花 三十 四十 六十 刚好八十 也不知道哪弄来的地图 竟然这么精准 这边 这且过眼上 还有人来 莫非也是为了天津花 快 快 就在里面 阁下是哪个宗门的 啊 大哥哥 原来是你 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 我叫陈雪儿 先生你刚才叫我 等等 雪儿 不能过去 王师姐 你干什么 他就是那个救了我的大哥哥 你接近雪儿 到底有什么目的 嗯 王师姐 你说什么话 黄姬九品五魂 半步仙天境 天赋不错 难怪这么高啊 你能骗得过雪儿 但是骗不过我 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凭我的修为 有必要刻意接近他吗 更何况我还救了他 我看你活腻了 居然敢质疑 青女宗的王师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明人不说暗话 你不就是想要天津花吗 大哥哥 你不要乱说 师姐是担心 对 我就是为了天津花 师姐 你识相点 交出天津花 否则的话 必让你后悔终生 好一个后悔终生 真不会是青女宗的高徒 不过就凭你 恐怕还不够分量吗 先天进一宠 我师尊乃是青女宗内门第一张老 你敢得罪我 他日必定会后悔 后悔 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居然掌握了小城入围之境 这怎么可能 我也顺便告诉你一句 我的师尊乃是武宗境强者 你敢得罪我 他日必定后悔 我 我可警告你 不要乱来 就凭你 还没有资格让我后悔终生呢 这家伙刚才释放出的沙医 好可怕 就像真的要杀了我们 哼 师姐 看见我是不是你找来对付我的 你个叛徒 看我怎么就是你 我们走 距离五元阁开启 还有些时日 我也该安心修炼下 巩固自身境界 好激烈啊 那边打起来了吗 这是何等的力量 怎会产生如此恐怖的冲击 这恐怕是两尊武宗境的强者 在那秋山上开战 蠢神的妙妙公主 和秋山上的武宗境强者 打起来了 听说了吗 前两天啊 两武宗境妖宗开战了 听说是争夺一件宝物 那天我看到了 打了一天一夜 直到其中一头妖宗陨落 玄灵宗到此 诸位让开 没想到 玄灵宗第一个过来了 这次来的 都是半步新天境啊 啊 五元阁 只有四大宗门才能进 这散修来干什么 他们另一场盛会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五元阁来了 五元阁来了 这就是 神阁 巨浪相送 金光大战 这五元阁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真是可怕 以我目前的窥探能力 竟完全被隔拳 非剑门制 二等速速把路让开 好惊人的建议 听说非剑门弟子 五魂都属于剑五魂 难怪啊 好强的压迫感啊 张太医 此次玄灵宗 不该是默秦来吗 好 好 好